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人10日以组法庭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 好我们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的会议事录 被法院第10届第一会期司法及法庭委员会第29次全力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运营9年5月21日 星期四上午98分至9时24分地点 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无人疫情等12人 列席委员政委员政情等24人 列席官员司法院副秘书长列席叶丽霞等人 主席李肇纪委员贵敏 报告事项 一 宣读上次会议事录 决定 确定 二 邀请总统府秘书长 司法院秘书长 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 国家安全局局长 法务部部长 国防部部长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代理主任委员 法务部调查局局长 内政部检政署署长 内政部移民署署长 及行政院支同安全处 派员列席旧 总统府资安及泄密遗云 进行专题报告 并被咨询 确定 并定期召开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委员 上次的会议事录有无错误 或遗漏 好 来参议委员 跟主席说明一下 因为在上一次的会议事录中 劣席官员这部分 它有括号 有的写味道 有的写无故缺席 那有的写请假 那我们认为说 无故缺席 这个在过去 我们的会议事录 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体力 所以我们是不是把它统一 像用以往的记录方式 那没有必要去把它载入 叫做无故缺席 这样的一个用语 好 好 来 李贵明委员 那个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那个上次开会的时候 我就提到就是说 立法院不应该那个 那个自我缴戒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像你之所以会有区别的原因 是因为实际上面的状况不一样 比如说像那个秘书长的部分 那个总统秘书长部分呢 他就有说明他为什么不到 那那个其他的人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资安长的部分 资安长的部分 那个 我不晓得专长是不是陈建兴 他完全没有讲他为什么不到 然后也没有 也没有就是说 跟本会有任何的一个联系 说他因为什么样的情形 他要请假 完全没有 所以我们都知道像这样的情形呢 本院通知开会 立法院是全国最高的一个民意机构 你有任何的理由不到 你都应该要说嘛 所以我们看到像不管是司法院也好 无院之间彼此的尊重 司法院也好 秘书长请假 他就直接请假 我们也不会说 只要你有正当理由 也不会说你一定要到啊 可是你看到这个国安局呢 国安局是最离谱的 他连请假他都 他连请假他都不请假 他就直接 他就缺席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区分 实际上面的情形 他是请假的 那就是请假 否则的话 我觉得对于负责的人 我觉得真的是不公平 好 刘诗帆委员 主席谢谢 有关于我们今天的内容 就是报告事项跟打询的内容 我觉得还好 就是我们可以接受 因为定期召开嘛 那练习官员的部分 有分成未到 无故缺席 然后请假 无故缺席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在上一次啊 尤其我们在处理议事录的同仁 这些无故缺席的人 他们有没有曾经口头 或是书面上 请求说要没办法到 那有没有就是委托 有其他的人来代表 那因为无故缺席 我自己认为 如果是缺席的话呢 不一定是无故 或是有故 或者是说当时在处理的状况之下 因为那比较乱一点 那我想是不是可以请说明一下 所谓的无故缺席是指什么意思 我没有 来来来来 那个请教一下 那个我们议事处的 这个部分是 无故缺席的文字是怎么样 来那个 阻力说一下 是 跟各位委员报告 当时我们这个议事录 在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原则上针对官员的出席状况 只分成两种技术方式 是一种是 有看到家单的就写请假 没有看到家单的就 依照主席那天会议的宣告 用味道两个字来做处理 那这议事录做好 出稿做好之后 送到照理办公室用印的时候 照理办公室那边 特别指示 要做不同的一个技术方式 就像各位现在看到的 这个议事录 那我们言之上也有得 照理办公室也有特别 用意点要求我们 做以上的一些更整 以上说明谢谢 好谢谢古密 来那个 我分享一下 好来 柯总中 我想上礼拜的议程 的处理群 大家很清楚 那还没开始的时候 也跟张伟 有过通 后来跟英文的委员 他坐在这个地方 我坐在那个 比方对沟通嘛 后来主席财势我们就尊重嘛 所以两个财势嘛 第一个财势说 主要的成员都缺席 好 然后第二个财势 当然表示遗憾嘛 第二个财势说除了法务部以外 其他的 其他资料都比较不全 只有一两页 当然这样财势 然后就散会嘛 那依据的财势结果 我们就财势 你知道既然当然都在场 我们就照财势结果来处理嘛 所以他只想 主要成员都缺席而已啦 事实上那天 总统府也 来一寒嘛 就是说过去只有预算 和法案的时候 总统府秘书长 或是 谁要成员才会来嘛 否则的话 专案包括市中午 包括 管会一样都 都不会来的 所以 毕竟长久也宣伸关于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事情 我们不要再 比较不愉快 既然上个礼拜 已经是财势 我们就尊重你的财势 你财势里面没有 无故 无故切离这个 这个自言嘛 那你讲说这个 总统这个函是代表着 我的态度 所以你在 总统民主党 旁边有一个挂号 会到 那专长级第一级 六级局长 无缺席 他是整个单位来请假的 总统没有说 上面人有请假 下面人没有请假的问题嘛 我是这样啦 我是 我真的很建议 我们今天大家不要答应 让老人很对于 把无不缺席 自言都发掉就好了 反正你已经留下记录 你的财势 主要成员都缺席 那表示遗憾 那也尊重吧 好 好 就这样就好了 来 来 李委员 那个 第一个 那个 我要向我们的议事人员 致歉 这个议事人员 我希望不要 因为那个 这样子受伤 其实议事人员 他都很听 我们执政党的话 我应该这样讲 所以跟议事人员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跟议事人员 这第一点我要理清的 第二个回应 那个 我觉得 刘世帆委员 刚才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 我之所以会做 这样的一个区分 我之所以会做这样 第一个我要讲说 我们的立法院的 并没有任何的规定 说 你在做议事录的时候 只能够写 贵道 或者请假 我没有看到立法院 或者是 中华民国的法令规定 有任何的规定说 你只可以写 味道跟请假 没有 我没有看到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建议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我觉得 我们还是要鼓励守法的人 然后对于不守法的人呢 我们还是要明显的记录 为什么呢 因为等到事隔多年之后呢 大家都已经忘了 事情的发生 只能够从记录上面看 那我那天 当天 我当天的时候 还特别 赞扬了总统府秘书长 我讲说 我认不认同他的意见 这是两回事情 可他很负责的一个 就是说 他收到通知的时候呢 他对于他不同的意见呢 他是在第一个时间 他就表明了 同样的 国安会的秘书长也是 顾秘书长呢 他除了有韩来之外呢 他还跟我通了电话 他解释了一下他的情形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一个不能够沟通的情况 所以回答刚才 那个刘委员的问题呢 就是 书长有来韩 国安会的书长也有来韩 但是呢 这个资安长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是发生在总统府啊 理论上来讲 最应该来的人是谁 是资安长啊 可是资安长呢 他有没有到 他没有到 他没有到 而且他也没有电话 就回答刘委员 他没有电话 然后呢 也没有文件 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在上面写说 他是无故缺席啊 基本上面来讲呢 一点都没有冤枉他啦 一点都没有冤枉他 所以 然后我再讲就说 那天为什么 在讲的时候 讲说大部分的 主要的官员 都缺席的原因 我觉得他只是一个 不需要浪费大家太多的时间 表明他一个状态 而没有再去讲说 这个人是 味道 那个人是无故缺席 然后哪一个人是请假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真的啦 就是说负责任的人 因为我们立法院 立法院开会通知 连理都不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耻辱啦 我们不要再 那个上远的问题解决 不要再到 回来 那个问题 今天已经 在财政委员会 已经 用结算来处理了嘛 因为本来就是 对于 总统府和国安会 对于这个疫苏法案才有来 其他都不来 甚至 我们在里的时候 马上有职认的时候 总统府 国安会秘书长胡威征 审查他疫苏法案 他不来 他请假理由是什么 说他 他也已经防班去看 去看医生 我说我有防班啊 一个眼睛就可以看得到 啊就算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觉得 没有这个 会对到问题 总统府 本来就是一寒来 来解释这个事情 就是代表对 亿兰的尊重 所以我就觉得那种 什么味道无辜窃息等等 那种把它发掉 其实 国安局局长也要请假 大部分都有请假 那我们知道 上年外的会 我们的处理情依是如此嘛 那也不适合 已经在这个地方开 所以转为今天在 在成委 会用结算来处理 就尊重 所以这个 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赶快进行我们 后面的程序把这个 来放调放调放调 就很忠心的才处理假批 那个 李委员等一下好不好 来 刘世芳 刘委员 我来回应一下那个李昭伟刚的部分 因为那个总统府秘书长跟那个 国安会的秘书长都有口头或者是电话跟李昭伟来请假 但是因为你一个写味道一个写请假 所以这个就怪怪的 所以我会觉得说无故缺席这几个字的用字实在是比较严重 所以我会建议这样子 就是说没有来的人 如果他有书面或者是口头跟李昭伟这边请假的话 麻烦你也可以助记 就说他们有请假 那其他的人的话就是缺席 因为总统府来文 不会只有帮总统府秘书长请假 他是一个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请假的 他是一个单位 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 下去的包括国安会或是国安局 国防部等等这些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会比较 不管哪个单位 应该来的 他应该有 他要尊重立法院 这我完全同意 我们也不能够 无缘无故 就帮人家一直在 在讲那些 不够中肯的话 那我刚刚在询问我们的议事处 我们这个 阻密的时候 并不是要让他为难 而是说 因为我也不清楚 味道跟请假 到底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是指什么意思 这是不一样 味道就是说你连讲都不讲 但是您刚有提到说 总统府秘书长有提到说 他有电话或干嘛的 那我觉得说 你就不能 告诉 不能不告诉我们说 他确实是有来请假 然后 如果有没有获得你的许可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吗 我希望你比较中肯可以表达 因为 你不能就打翻所有的人 或者是说 另外的人有公务 因为那一天 我知道你特别 把这个陈耀祥啊 跟他讲说他确实很不错 虽然他还是代理的 他还是跑来了 或是移民署的署长 您都有提到这件事情 那我也有特别注意到行政院的话呢 你是在问说 支通安全处的署长有没有来 他其实是有来 他是坐在边边角角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要再重新釐清一下 要不然这样子出去的话 不够公允啊 我们也要面对全台湾的人在看待这件事情 好 李委员 国安局长也要请假 我厘清一下了 国安局长也请假了 我厘清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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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呢 就是 秘密署长的部分 我写味道是 我没有动 那个意识人员 意识人员 原来那个地方 他就是写味道了 那所以呢 那个 现在就是分 一个是他是请假 一个是他是 因为他认为他不需要来 所以但是他有说明 我们才会讲说 他是味道 但你要把总统府的地方写成请假 我也OK啦 因为基本上来讲 他其实是有韩来 我们也可以把那个韩四通请假 所以你现在把总统府 密署长的部分写请假的部分 我没有意见 好 那个地方我没有意见 但是那个支通长跟局长的部分呢 他没有任何的回应 他的韩上面 我们当然可以 我会建议说我们是不是 意思的部分呢 先暂缓 我们回去再看一下那个文件的部分 就是说同样情形的部分 我们用同样的用语 这个我不会有意见 好 这个我不会有意见 但是 但是你现在可以决定说 你是要把总统府秘书长的部分 用请假的部分 我OK的 好 我不会有问题 好不好 但是如果说他是 他是 他是 连通知都不通知 不予理会 我觉得本于立法院 自己对自己的尊重 自己对民众的一个尊重 他就是无故缺席啊 他连请假也没有 然后连说明也没有 就是完全藐视 国会完全藐视本会的通知 这种情况怎么能够怎么能够允许 然后那个刘委员不好意思 我那天夸奖的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NCC的代理主委 绝对不是 我要跟您报告的就是说 如果您记得的话 礼拜三的时候啊 我们在开那个性侵的 恩浩房的这个事件的时候 那个NCC的代理主委 他人连到都不到也不请假 没有他就是完全 然后他找了一个里面的 我忘了他的那个 那个是什么单位的 不是他们要问的时候 他还不确定他内容 我那天夸奖的是谁 我那天夸奖的是司法院法务部 我说所有的单位 所有的对你听错了 对那个记录里面都有 所有的那个国安会扯到 对不起国安局讲错了 更正一下国安局 国安局不但不予理会 对本会的通知 他的报告里面啊 跟我们的问题相关的 大概只有三行 怎么会有一个单位 一个行政单位 对于本会的通知 藐视到这样的程度 如果我们不区分 这些好的单位 跟这些不好的范围 造成的一个结果 就是大家将来会觉得说 反正摆烂啊 那这样子我们呢 怎么能够进到我们为民意代表 最高民意机构的这个情形 我同意就是说 如果刘委员还是柯总招 你现在觉得说 牛长的部分 味道要改成请教 我OK的 牛委员 我想大家意思都表现很完整 我尝试提案一下好不好 那也只有 就是这个 这个议程 你专案报的这个议程 后来没有开嘛 所以今天意思是也不必确定就好 不是在那边吵 那以后再谈啊 好 一开始就三会啊 什么意思是确定不确定 好不好 那 就以后再谈嘛 我们进入下一个程序好了 好 那 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刚刚请主密说明 是因为 主席我也不了解情况 所以可能要请医事人员 这个部分 他们来做说明 那现在医事录 是不是我们就不要确定 或者是待会再确定 因为我们的会议时间 已经 已经 到快要9点20了 就不用确定 还是我们晚一点再确定 请教各位委员 这个 这个 这个医事规则 539 一晚医事规则 539 医事录确定要记转什么事情 那是会 开会的时间地点 然后出席人 姓名 缺席人 没有什么 另外的什么请教 都没有写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我常 今天就不必再接近医事录了 那上次 上次上会掉 以后再谈好了 医事录好像还是要确定 即使他那个议程是 开始 然后后来就很上会 这个还是一次会议 只是那个会议 大家 哦 没有继续下去 那上会还是一次会议啊 那至于里面要不要写 那个请假的理由 或是 因为 因为 你 你总要去分辨说哪一些人有出席哪一些没出席嘛 啊 没出席一定 就是一个理由嘛 啊不然到底 你写他的名字 是有出席还是没出席 你总要标示他有出席 或没出席 还是你要怎么写 没有 没有所谓 味道嘛 味道啊 他真的有味道啊 标注啊 没有 没有 你现在一来 你都好像在 这样就把整个搞乱掉了 这个很清楚 大家已经展传了一轮了嘛 总统有整个函来嘛 整个函来 函来表示说 这预算法案以外都不必要 这已经整个单位来 表示 表示看法了 那你说了这个函以后 当然 总统秘书长当然是 有来函 那你要写请假也可以 你怎么 怎么把底下写 无物窃取 所以你这个无物窃取 有价值判断的问题嘛 好 来 来 那 土西洋 我讲就处理了 好 蔡委員 我要说一下 我要说一下 蔡委員 我们呢 如果从这个议事录 那我们可以看出 第二点他讲得很清楚 我们邀请总统府秘书长 那所以 总统府秘书长是有 致电请假嘛 那 所以 以这个机关而言 基本上 他就是已经请假了 所以应该也不会再进一步的说 他的总统府还要有自动安全长 以及第二局局长 我想他就没有所谓无故缺席的问题 那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再如果把这个文字再看得更清楚的话 我们是邀请这些单位派员列席 所以如果派员列席的话 我们国安局局长 事实上他们是有派员 就是第五处处长 呂处长 他名字 他名字叫处长吗 呃 呃 对 他有派员列席 那 行政院支通安全 国安局局长 这样是有派 呃 有派简宏伟处长 因为我们每次在讨论自动安全的时候 事实上大家知道都是这个简宏伟处长在 在出在列席的 所以我想如果这样的话 基本上那一天呃 是有符合体力齁 因为单位的部分该请假的有请假 另外的部分是有派员列席 那如果都符合体力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不是就照以往的方式记载 味道跟请假这样的方式来做议事物的确定 好不好 我看时间上的问题齁 我们 我主席在那个 林委员 不好意思 我们就这个议事录的确定 大家已经也讲了20分钟了 然后相关的法规大家的认知 还有相关的一些韩文大家的认知不同 我希望大家再找个时间 充裕的时间大家再去确认 本席主席在这边宣告我们的议事录定期在处理 另外定期处理 我们今天今天的这个讨论事项 好 那今天的列席官员有 我们法务部部长蔡清祥 好 司法院副秘书长叶丽霞 考选部考选规划司专门委员张力学 好 全市部特審司检任视察林陈梅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 主编人力处专门委员吴迪文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排定的议程是 一 邀请法务部部长列席就 我国检查机关人力配置 与工作复合进行专题报告 并被执询 审查委员周春明等20人 拟据法官法第87条及第88条条文修正草案 好 我们现在进行提案说明与报告 发言时间三分钟 我们首先请 法务部蔡部长报告 部长没关系 我们等下休息 让他们讲完 休息三分钟 这样比较那个会议 比较顺利进行 这个地方直接是我改的 不是我改的 不是我改的 但我本来以为他未到的原因是说 他说他不用来 他不用来 他不用请假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才讲味道 那没关系你要把他地方变成请假 那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总统部部长没有味道 那国安会部部长没有味道 可以啊可以啊 那你要不然就是他味道他也味道 对 我不知道 你当正问你 没有说我才 你问警察跟我们都没看到 是不是 是吧 我跟你讲 那个 实在是在讨论了 他知道了 他知道 他没看到了 对 刚刚我也听了一轮了 不是啊没关系 我没有去另外一边 我没有去另外一边 你没有去那边 还在哪 才在许 所以现在到还没确定 意思录还没确定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等一下我们会定期再处理了 好不好 大家不要为了这个事情一早上这个会议 然后大家再找资料确认一下 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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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逃避 至于 走 许 你 然后 好 millennial 你 知道 性格 所以 關 Rich 走 自己 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谢谢大家 我们现在继续开会 我们就请法博部蔡部长报告 主席 各位委员 各位女艺先生 今天奉邀来报告并被咨询深感荣幸 请报告如下 那近年来 因为检查业务的值跟量都聚增 如何使检查机关能力配置合理化 及工作复合正常化 始组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 那法博部所属的一二省检查机关 109年的预算研额 检查官是1409人 还有检查事务官575人 等等 合计人数是4855人 然而108年一省检查机关总计新收的案件 达了214万8全余件 二省检查机关是23万件 合计共达238万余件 因此工作超出的负荷很多 因此检查机关能力的补充是必须要立即来执行 那近十年来 检查官的平均能力成长是0.51% 那案件的成长是每年都超过210万件 成长率是1.27% 选见 能力的补充无法负担案件的成长 那依照法院组织法第73条74条的规定 编制原额 检查官跟检查事务官的比例是约1比1 还有检查官与书记官的比例是1比1.35 那等等 各个类的人员的比例都有规定 但是在目前来看 都未达法院组织法规定的人力配比 那又新增了许多的业务 包括了推动国民参与刑事审判 新增侦查保密令 还有剥夺犯罪所得 被害人诉讼资讯获知 毒品案件的借引资料等等 确实问题相当的严重 那为了解决能力与工作复合问题的改进作为 必须从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能力开源截留 那检查机关能力增补107年是增加了100名 但是扣除了已经裁检的53名 实际上已增援47名 那今年也获得行政院核定110名 那分配给检查官的只有10名 那再度了 我们会在111年的时候 再争取来改善工作复合的过重 第二个 推动一二审轮调制度 让二审检查人力回流到一审 另外 临选律师转任检查官 106年有临选的8名 107年有10名 那现在正在进行第三次的临选 还有军法官调部 调检查机关办理检查事务官 从106年开始 国防部调派了15名在职的军法官 来办理检查机关的检查事务官事务 那后来两年后归建 108年再增掉了13名 那这样的做法 可以增进军法官的司法实务的历练 未来暂时可以担任军事检查官 除此之外 我们也感谢各位委员 支持推动临选检查事务官 转任检查官制度 可以稍减我们能力不足的情况 在工作复合方面 我们成立了立案审查中心 来试行调解中心等等任务的编组 第二个在意制度的改革 让减少在意案件发挥的次数 第三 办案书类的简化 简清 检查官制作 书类的一个负担 好 那第二大部分就有关 周委员 村民等20人拟据的法官法 第87条及88条修正草案 那让担任 检查事务官期间达六年以上 而且具有律师资格 工作表现优良 得临选检查事务官为检查官 一方面扩大检查官人才来源 并符合多元禁用的司法改革目标 二方面有助于提振检查事务官的工作士气 所以本部对周委员等 致力于检查人力的禁用 跟检查人力的支援部 深感敬佩 那87条跟88条的相关修正 本部都无意见 以上报告 尽请主席举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好 谢谢蔡部长 接下来我们请司法院 叶夫秘书长报告 谢谢主席 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那今天奉邀列席贵委员会 就委员周春明等20人凝聚 法官法第87条及第88条条文修正草案 代表本院进行报告深感农性 之报告如下进行指教 第一部分 关于法官法第87条条文修正部分 为了多方言然具有社会历练 以及丰富的法律实务经验的人员 来担任检察官 因此在法官法第87条第一项 增订第七款 将实际担任检察事务官六年以上 而且工作表现优良 并经三本职业级技术人员高等考试 律师考试及格 来纳入检察官任用资格的范围 来回应社会对检察官多言尽用的期待 那本院进表同意 那为了因应上开第87条第一项 第七款增订将检察事务官 纳入林险担任检察官的范围 所以 配合修正第八十八条 第八项后段 将就林险以具名任职务任用资格者 工作表现优良的一个认定的一个程序性 以及技术性的相关四项 来纳入林险办法规范 那本院也进表同意 那其他的就上开第八十七条 以及第八十八条有关各级检察机关 民险也配合器法院化 而为相关的修正 以及相关的文字及体力的修正 本院也进表同意 尊重贵院的决议 那以上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的那个法案主管机关司法院 那我们法官法其他的有关于去 那个各级检察机关的民嫌 去法院化都处理了吗 呃 上次好像是李昭伟那一部分有处理 哦 好 是 还有吗 肯护得法官法吗 就一条吧 还有两条 八十几 呃 呃 八十六条 以及九十四条的部分 还没有修到 好那你们再去做这部分的那个修正 是 好 谢谢 那 主席是提案委员 那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再做提案的说明 待会在咨询的时候一定来 来说明就好了 好 那机关代表已报告完毕 现在进行巡答 本会委员发言时间八分钟 必要时的延长两分钟 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五分钟 并不再延长 上午十点三十分截止发言登记 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吴玉琴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我想 今天 呃 在讨论这个检察官的 呃 合理人力 呃 这个也要特别 呃 感到 剛剛看到这个 蔡部长的报告真的有点 呃 觉得我们检察 检察官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因为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那今天的报告 待会可能想想请人事总处那边也稍微回应一下 这个人力的增补 看起来还来不及这个暗量的增加啦 所以我想这个检察官的工作量真的是非常的沉重 这部分我们来看看下一页 这个是刚刚也提到了我们新增的一个案件 呃 高等法院这边有了23万件 那地方检察署这边是有 呃 214万件 呃 这个看起来是蛮可怕的一个数字 一年有了238万多件 那我们的 呃 检察官大概合起来1338人 平均一个人每年大概要负责1780件 这个量 呃 部长你觉得这个重不重 确实负荷非常的重 是 但是在填补人力之前啊 检察官还是要勇于承担 尽速的把案子处理啦 所以他们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加班 假日也都要到办公室来处理一些旧案 这是非常的辛苦啊 我觉得因为整个呃 案件的新增这是我们不可控的 可是呃 呃 刚您的报告里面在第三页也特别提到说 如果依照呃这个法院组织法里面 73条74条的原额编制 呃 这个所谓检察官跟检察事务官的比例是1比1啦 或是检察官跟书记官是1比3 1.35 好 可是你看呃 你的报告也看到的是 呃 检察官的呃比例喔 是 欸1比04 好 然后跟这个呃 反正 书记官也1比1.13 本来要1.35的喔 都偏低啦齁 那这个情况 如果连现况法规的规定 呃 应该要 要这样的比例都达不到 那这个到底是哪边的问题 是我们 人事总处没有给足人力还是 这个只是比例而已喔 就是你的检察官要配置多少 呃 辅助了人力 这部分就没办法达到 这是 人事总处的问题还是你们 呃 我们法务部 没有积极争取 呃我们都很努力啦齁 每年啦 只要提出一些增额的呃要求 呃 但是政府是整体的啦齁 人事总处他有考量的每一个部会 那公务员的配置等等 是 都会适当的给我们增补啦 嗯 但是确实增补的人 人数啊 还是 比不上案件增加的数量 我刚刚只分两个层次 案件的增加 这个是一个我们不要 比较不可预期的 可是我刚刚讲的是 依照法规 比例 那应该是要有一定的 呃相关的人员要配套给 我们的检察官一起来办案 因为我想呃 特别是一些侦查案件 都不是一个检察官就可以负责所有案子 可能需要的是检察事务官以及书记官 这各类的人员来配合 那这块 没办法达到法定的一个要求 这个部分 到底要规则于人事总处 还是要规则于法 法务部 呃大家都在努力啦 但是就是有现实的困难啦 那这个比例不能达到 依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啊 是长期以来啊 一直累积下来的 是那要请问 如果照这个 如果照这个 现在的工作量 还有这个 依照法律的比例 大概要多少 增加多少人力 就是检察官的部分 呃人数当然每一年都会有变动啦 那你 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达到 照法定的比例啊 是 但是一直都没办法达到 是 那我们只能克服 一方面从人力啊 呃希望能够达到增补 另外从工作量来简化 提高它的效率 提高效率的部分 对 好 那我接下来问一下 这个是我看到 呃日本跟台湾的比较 台湾呃这个 呃这个 这个是人力配置的问题啊 呃地检跟高检的一个比例啊 那地检的大概 呃6.7比1啦 那日本是 大概地检是20比1啦 就是他们把 大部分的人力都放在地检 地检的地方的一个 第一省的 呃这个人力的调查 那这个部分 呃部 部长你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在高检署 或是高检这边的人力需求 有这么高吗 又跟日本比起来 显得好像我们偏高了一点 呃我们 的 跟委员说明一下 我们台湾呃 呃二省的高检署的检察官啊 他负担很多的工作 不是——传粹二省案件的公诉而已 还要督导一省的业务啊 甚至还要呃 呃做一个 呃区区的一个整合 以毒品的案件为例 它还要成立一个毒品的呃 呃 伎 счета 這角色跟日本的做法是不太一樣的 我們的業務更多元 所以需要高檢署也要配置相當的檢察官 有經驗的檢察官在那邊督導跟指導 有人批評是高檢的外派人力過多 請問這個問題高檢到底有多少人是外派 然後地檢又有多少人是借調到其他機構 當然我們檢察官有派駐到別的單位 譬如到部裡面也有調部辦事的檢察官 擔任副司長或是擔任司長行政業務 但是這個都是跟檢察業務有關 然後甚至也是一種歷練 因為檢察官如果都專注在一個偵查的案件 公訴的案件 那對於行政的歷練不足的話 將來他要到機關派任首長的話 他如何去領導一個機關 所以也讓他到部裡面來歷練 或是到別的部會去 可是有聲音如果是說太多的話 那這是不是也應該有做一些檢視 是我們會控制他的數量 那現在大部分的人力 增補的人力我們盡量放到一省去了 我們的二省已經維持 都已經至少不會增加了 慢慢的減少 但是還是有需要到行政機關 檢查行政單位來做歷練 好 瞭解 好 下一個 這個是去年 部長參加的 建輕 檢改 這是一些檢察官們對於人事的改革 您也全程參與了 那當場也承諾說要成立一個檢察官人事改革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今年三月後也召開了一次 請問您有大概這個目前委員會盤點的人事的改革方向 有沒有比較具體的一些措施 改革委員說明 我們從去年就開始 有籌辦了這個人事改革委員會 也召開了人事改革委員會的會議 但是大家有不同的意見 包括這些委員要怎麼樣聘請 還有議題要怎麼設定 我們都有廣泛的討論 所以已經召開了一次 那因為現在又馬上又要面臨到 我們的一個整體的調動 那大家的意見很多 最近有一個調動的 我們每年都有這個新分發的檢察官 要出來之前 我們會先做一個在職人員的一個調整 調整完了以後才知道出了哪些缺 所以剛剛部長 對人力的部分 我希望這個檢察體系的人力總盤點 應該是這個委員會非常重要的角色吧 那這個部分大概會什麼時候 一起是什麼時候可以來做完整的一個提出報告 因為我們要跟人事總處 如果要爭取員額的話 也是需要有一個整體的盤點 預估三五年的一個人力的一個需求吧 因為有關人力可能都要10年左右的一個人力需求的一個推估吧 人事的改革是持續不斷的啦 不是有終止的一天也許要不斷的精進 所以我們也不預定什麼時間 只要一個實際成熟或是大家有共識的 我們就立即推動 像譬如剛剛講到二審人力的問題 我也同意他們的大家的看法就是說我們不要再增加在二審人力 我們把多餘的能力都往一審 大家來分擔這個工作量 所以我想逐步的只要能夠立即做的也不要等待這個法條的修正 在現有的制度下現有的法律下可以做的我就立即做了 下一頁我要跟這個也是來幫忙爭取剛剛提到的這個檢察官配套的人力 這個是我們看到這個日本大概2600個檢察官他有8000多個事務官 這個有檢視這個事務官技官這個一堆人來配套 剛剛我也特別提到其實一個檢察官是要配搭好多一起來協助辦案的 所以可是我們看到我們台灣是只有532個檢察檢視官檢察事務官 今天大概修法上也在提到這個部分 那這個離我們法定的1比1真的還蠻遙遠的 是怎麼辦 部長 檢察事務官是後來才增設的 所以當然沒有像檢察官這個人數那麼多 我們逐步的像以今年為例 我們去年所爭取到了110位 我們就盡量放在檢視官跟數據官這些輔助的人力上面 上次您在這個建卿承諾裡面好像有承諾說希望到1比3 當然是目標啦 目標這不是保護自己 所以多少就多少就可以拿得到 所以我們今天有來多遠盡量 要有一個整體的對於人力還有未來的這個新增案件的推估 大概可以去知道說我們大概要需要多少人力 要5年來編制 因為我自己過去在社會工作裡面領域裡面 其實我們為了建構社會安全網增加3000多個人力 那這個都是很完整的計劃之後 在上次去年那個建卿檢改的一個會議上 很多檢察同仁都在抱怨真的24小時工作都做不完 所以我想這部分我們在一起努力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的關心 我們從去年開始就爭取每年希望有110位至少啦 太少了吧 太少了 那能夠爭取到這樣也是比照司法院啦 他們的最高原額是1100位嘛 所以我們希望每年110位跟他們一樣10年內能夠打倒 所以我們共同來努力 謝謝委員關心啦 因為這一次100位實在太少了 謝謝 謝謝主席 好 謝謝吳宇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李貴明 委員發言 好 那個時間先暫停一下 我提一個程序事項嘛 因為我們現在在場的委員已經有123456 已經有6位 我建議那個議事錄的部分呢 還是確定 然後我會建議我提議表決啦 那 副議 副議 所以我建議表決一下好不好 趕快表決掉 趕快把它確定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有 已經有6位在現場 那 副議員 是不是請你尊重主席的裁決 好 當然我們也可以來表決你現在這個提議啦 那大家現在在討論今天的專題 就這樣下去了嘛 那你現在還要再表決 大家又要來吵 又要來就這個 程序問題要優先處理啊 大家要表決嗎 程序問題要優先處理 可是我們 現在是 現在有一個提案 有一個副議 他就已經沉案啦 對嘛 沉案嘛 大家要表決這樣的 要表決這個議事錄嗎 對呀 剛剛主席我已經宣告就是定期處理嘛 那當然也協商很久了 好像又跟剛剛的協商的結論又不一樣嘛 這個是程序問題啊 對呀 我說你現在的程序問題 你現在的建議請求 就是表決啊 我就是表決這個 那 副議員 大家也 剛剛也是花了二三十分鐘在討論 也是跟你協商嘛 那就是定期在處理嘛 那你現在又 剛剛跟你的協商又不太一樣嘛 怎麼會呢 現在有一個程序問題 你應該要處理 就是說 人家提了一個程序問題 我要處理啊 我只是在跟你說 我建議你這樣子好不好 沒有 議事錄我覺得還是要 還是要確定啦 你知道 那議事錄的部分 你有不同的意見的話 我覺得其實就是表決 我覺得可以 就是不要把它帶過啦 那現在程序問題要先處理嘛 已經有一個提議 已經有個副議 他就已經是一個沉案的 沉案的狀態嘛 好 那個大家要 來 中委員 所以我們要先就李委員的提議來進行表決 他提議要來處理議事錄 那我們就先就這個提議來表決嘛 這是程序問題 先表決這個程序問題 不是 我剛才提的意見是針對 針對我們今天一開始的時候 提的主席要求針對第二九次委員會議事錄的內容 確定這個內容來做表決 你可以不同意啊 那你就投反對票就是啦 我們不同意處理這個程序嘛 我們也不同意處理這個程序嘛 程序問題本來就是由主席來裁定 如果不服的話就叫有表決 所以先看主席怎麼裁定 這是議事規則 好 謝謝 中委員 確實啦 32條規定齁 這個程序問題就是主席決定啦 我們就先不處理這個問題 就先不處理程序問題 好 來 請李委員質詢發言 謝謝 我還是不服那個這個這個主席的裁定啊 對啊 所以還是表決啊 好 就這樣表決 我覺得這個牽涉到 我不要再講理由了 就像剛剛主席講的 就說我們已經講很久了 其實我覺得講很久的事情 我們就讓他確定 所以我剛才提議就是表決 我們今天一開始的這個議事錄的內容 好 謝謝 我們因為我們兩位都是招委啦 就是你在當主席的時候 大家也都充分尊重 那我今天當招委 我想大家也可以來充分尊重 那是不是我們就來表決 剛剛主席做的裁決就是不處理 就是我剛剛就這個部分 就是定期處理這個議事錄 那就表決吧 對 對 對 這件事我們就想要很有效率的處理嘛 不要再拖了 那表決其實只要花兩分鐘而已 我們就把它表決掉吧 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確認相關的 而且大家早上也討論很久了 現在這個方式 這個表決的方式跟大家協商的方向也不太一樣 而且我也很早就宣布 就是定期處理 好不好 那就請 請表決 主席的裁決 對 好 那贊成的請舉手 好 在場六位 贊成的四位 贊成的是多數 好 那我們就這個部分 維持我們原來的這個主席的才勢 好 那還是再請李委員那個質詢發言 對於這個開民主導車呢 這個本席在這邊予以譴責 然後也不遲 但是與此同時呢 本席還是要對於這個司法院跟法務部 能夠在每次那個會議裡面呢 都很認真負責的 本席還在這邊予以戰意 我們今天討論這個檢察機關的人力配置跟工作附和之前 我還有兩件事情要先確認一下 就是麻煩法務部部長回應一下 第一個是在前一陣子報導上面呢 他有提到就是 法務部隊於15號的時候公告律師資格的審查會 那這個呢 就引發民間有一些的顧慮 就是說 現在在很多的這個規定上面 這個到底是真的像全聯會議所提到 只是在廢止貪污司法官的律師證而已 還是是說透過這個律師資格審查會呢 會牽制一些跟有參與這個政黨的訴訟案件的這個律師呢 是給他們透過這個律師資格審查會呢 去阻礙他們自由的代表自己的當事人 有這樣的情形嗎 部長 跟委員說明了好 那這個律師資格審查會是因應律師法修正通過以後 而要成立的 那主要就是針對律師法的規定 哪些不符合律師資格的 要予以撤銷他的律師證書 主要是這一部分的一個審查啦 所以並沒有就是說 譬如說像某一些律師他是有參與的 不管是選罷法的訴訟啦 或者是這個其他的案件 因為政治色彩不一樣 所以就把它納入這個律師資格的一個審查 然後剝削剝奪他 撤銷他的律師資格 不會有這樣的情勢 不會預約律師法所規定說要撤銷他律師資格的這一部分的審查 不會 絕對不會假借證明 對 因為人民有訴訟的權利 人民也有被律師代表的一個權利嘛 對不對 所以不可以讓這個 我剛剛前面誇獎的司法院也好 法務部也好 不會淪為政治的打手 不會嗎 是不是 絕對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好 謝謝 我們在場的所有與會的列席的官員 不贊同這個法務部部長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法律人 你絕對是立場中立 絕對不會淪為政治打手 有這樣承諾的舉手 是不是都可以確認你忠於你的職守 絕對不會淪為別人的政治打手 謝謝 謝謝大家 第二個問題我要請教的就是 也一樣是部長 部長 那個最近啊 就是網路上面有一些這個文宣上面顯示說 對於罷函的部分呢 法務部有這個參與 然後呢 我不知道像這個部分的那個 法務部的logo呢 是被造假嗎 還是是說真的法務部有參與 沒有 這個第一時間啊 有人在傳這樣的一個訊息的時候 有委員也來追尋 我們第一時間就說這不是法務部發的 也絕對不是 那法務部的logo它是從哪裡去擷取的 我們不曉得 那第一時間我們都已經說明清楚了 但是有委員還質疑說 那為什麼沒有怎麼出來做澄清 那事實上我們都已經澄清了 不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那第二天 媒體有報導 我們再度的發聲明 甚至我們有文字都已經澄清了很清楚了 那有去追究這個現在去查 因為那個第四軍的部分啊 在調查局的部分 第四軍的部分也是其實也是法務部主管的 這個案件有送到第四軍裡面去查 就是說到底是它的來源怎麼樣子 然後怎麼樣去追究它的責任嗎 沒有所謂第四軍啦 不過這個個案是有人向高雄地檢署告發 所以高雄地檢署已經受理了在處理當中了 好 所以這個案子是 那將來的那個法務部的部分也會追究嗎 對不對 盜用法務部的logo的部分 法務部會不會追究 這個個案的情形我們已經由地檢署在處理了 不是不是 我 我懂 我是說法務部的立場 你對於別人盜用你的logo 你會不會追究 如果有違法當然我們會追究 沒有違法的話我們想我們就 盜用logo他已經追究 他絕對不是合法嘛 對不對 盜用logo怎麼會合法呢 除非是你的 不是 我們有些法律的宣導 或是說對人民有意義的事情 他要跟法務部合作 然後用法務部對外說明的 剛才那個案子 我們也很樂意他來一起 剛才那個文宣是跟法務部合作嗎 不是 所以他就是盜用嘛 對不對 我不敢盜用這個名詞 這要等他調查以後 那麼我們已經交由高雄地檢署他在依法處理當中 所以你有一個可能性是說是跟法務部合作的單位 他用了你的這個東西 然後…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 這件事情絕對不是任何跟法務部相關的一個單位做的 對 那為什麼會沒有盜用的問題 那因為我們還要在瞭解嘛 由地檢署來調查嘛 好 那可不可以拜託這個瞭解完之後讓我們知道 也就是說您現在不確認它是不是盜用啦 是不是 絕對沒有經過法務部一起協商 然後使用我們這樣的一個logo啦 那我們法務部也澄清了 說明了 那至於後續的法律責任 那是等高雄地檢署調查以後再說嘛 好 這個就有趣吧 好 我們我們回到這個第三個問題上面 在您今天報告裡面呢 有一個這個 我們看起來你的這個是盜金字塔組織吧 也就是說你的檢察官的部分有1400多名 然後檢查事務官去支援檢察官的只有575名 所以看起來有點說一個事務檢察官要支援3個這個檢察官的情形 那我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現在每一位檢察官啊每個月平均的案件量是有多少 但是全國還是每個地檢署 因為每個地檢署它的案件的類型不同 如果像六都它是比較都會型的案件 也許它比較複雜 那能力的分配比較充裕 分配起來的案件量會比較少一點 但是它值很重 那有些地檢署它是比較屬於一般案件多的 那我們配置的人力沒有那麼多 但是看起來數量多 但是它的值沒有那麼重 所以這個各地來比啦 如果你完全因為全國一致比啊 你台北跟金門怎麼比呢 沒關係 那個部長這樣子 那您就分開來就是說 讓人民有一些的概念就是說 到底一個檢察官啊 一個月他會新增的案件 他必須要他處理的案件 除了舊案之外 他還有新增的案件大概是多少件 這樣說明啦 在我們成立六都各地檢署的審查中心以前 不管大小案子都分配給檢察官嘛 那時候量都超過100件以上 然後現在我們成立的審查中心 意思就是說 把一些類型化比較簡易的案子 要迅速處理案件 比如審查中心 一個主任檢察官 帶領了數個檢察事務官 來迅速的處理 那分配到檢察官本身的案件就減少了 也許只有四五十件而已 所以這個是我們一直持續的在做改進 讓檢察官的複合能夠符合實際的需要 讓檢察官的時間跟能力能夠專注在繁雜的案件 而不是舊的案件 這個比較簡單的案件也把它困住了 所以我們是一直在做這樣的努力 謝謝部長 所以簡單來講 你剛剛四五十件的案件其實是 關於刑事的案件 並不含你其他他必須要配合做你的行政事務 比如說像有些檢察官 他還要負責這個關於營業秘密的宣導啦 那些的那些是不含在你剛剛前面講四十件五十件的 我們有一個分案辦法 就看他按照這個案件的性質 我們按照案號來分案 那一百多件那是總括的 那我們剛剛談的都是主要針對偵查的案件 真正要費心力去偵查的案件 那他們其他的行政案件的量有多少 比如說像我知道你對於營業秘密的宣導 就花了很多的這個心力在上面嘛 那像那些的案件再加那些的責任 因為他們宣導的時候可能要在哪裡開公聽會 開公聽會說明會啊等等的 這些再加上去或者是說這些的其實都是在 比如說主任檢察官啊等等的 所以不會到平均的檢察官身上 也有可能承辦的營業秘密的專主檢察官 有時候也要到外面去宣導 因為以他辦案的經驗去跟大家說明啊更清楚 所以這個都還不算在這個案件量的一個裡面 所以很多的工作是多元的 那我換一個方式問 我換一個方式問就是說 你起訴啊我們案件起訴的結果到法院有罪判決的那個比例啊 到底是多少 有罪判決的比例 就是說我們起訴的案件經過司法院有罪判決的比例是多少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那如果是百分之九十五起訴的案件法院都判有罪的話 那跟日本就差不多嘛 日本也是百分之九十幾 那我要請問就是說 偵辦的案件裡面起訴跟不起訴的案件的比例有多少 大約一半一半 起訴跟不起訴的案件的比例大約 我們檢察官這邊不起訴都已經過濾超過百分之五十的案件 那最重要一個因為我時間到 最重要一個是我想請問一下那個輪調制度啊 大家都講到其實第一個時間去做正確的這個調查的話 它其實最重要的 那個輪調制度的部分呢 現在把那個譬如說高檢署的調到那個地檢的部分 這個的成效目前狀況是怎麼樣 我不曉得委員指的輪調跟我現在所認知的輪調不一樣 我們輪調制度的實施是這一兩年來 把調二審的檢察官啊 就是他最多三年輪調到二審歷練完了以後 要回到一審來來辦一審的案件 所以所謂的輪調制度現在實施兩年了 他的成效什麼樣子 我覺得將來是可以充分的補足一審的人力 只有單純在補足一審的人力而已嗎 他經過二審的歷練以後 他回到一審來再辦案啦 他經驗可以累積的更豐富 是 但是像以前的時候 像我們在這個前面質詢的時候呢 其實就已經有的委員他就已經提到就是說 事實上你在調查偵查的時候 如果第一時間對於證據保全的部分 能夠做得比較完善 那你在 你把高研署的已經有歷練的再調到一審來 在 對不起 調到地檢署來的時候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用他的一個經驗呢 能夠很快的在第一個時間 就把相關的證據能夠有效的這個充分的運用 這個其實來講呢其實是值得持續關注的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呢是 我們看到就是說 法務部常常會要求要增加檢署官 可是為什麼每一年只有增加10名 然後你其他的人員呢 給你的人員你都用在別的地方 跟委員說明 去年爭取到110名 然後今年可以禁用 那為什麼檢署官只10名 因為長期以來 檢署事務官還有書記官罰警等 都從來都沒有增加過 所以第一次增加以後 我想把輔助的人力先優先補足 因為你只有增加檢署官沒有輔助的人力的話 那還是整個沒辦法推動 所以我是優先 慢慢的還是要平衡 那最終的目標當然能夠達到法律的規定 輔助的人力應該多於檢署官 檢署官是判斷的 在做事務性的工作應該多於 讓這個輔助人力來執行 對所以剛剛前面一開始講 你那個倒三角形 它整個就不對了 對不對 你現在是說你要把它回歸到一個正三角形 讓檢署官在上面做決策部分 其他相關事項 由其他的人力來支援 是不是 這是我們的目標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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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吳一丁 吳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副總 我想請教一下 剛剛那個李委員有提到那個 法務部的logo被別人沒有授權就使用 你認為是沒有授權就使用的嗎對不對 這一線事情是沒有經過我們同意 OK 那我好奇的是 就是說如果說沒有授權就使用的話 這個製造這個圖的最開始的人 他在我們法律上如果說追究的話 他應該是判怎樣的 是違反哪一樣的法則 我不曉得 那當然犯罪與否 是要看他的動機 有時候他是對法律的不了解 或是不曉得 以為這個是 只要用 因為這是公開的 法務部的logo是公開的 所以我想 他可能會涉及的責任是什麼 我們要等待高雄地檢署調查清楚以後 那我們再來表達我們的意見 蕭布總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這個人或主持站出來表明說 我們不知道這個嚴重性就會完全撇清了嗎 如果可以原諒我們當然也可以原諒 因為像這個圖案 我們表達立場以後他已經改變了 他已經把法務部的logo拿掉了 所以我想我們表達我們的立場以後已經發揮效果了 那有沒有必要說一定要追究他的什麼樣責任 因為他已經澄清 我們也澄清了 他也把它變更了 那這個事情我們想我們站在一個 如果可以原諒犯錯的人的立場 那未常不可 所以那要不要究折這件事情 是法務部要決定的 所以我們在看他的嚴重性 或是他的動機 或是說 那你目前認為他的嚴重性是 值不值得究折 第一時間我們就立即要求 有想辦法跟他聯繫 把他撤掉或是了解他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地方 答應他或者跟什麼人聯繫 所以在這個地方主管機關 就是logo的所有人 確實是有主管的可以來決定要不要究折 當然擁有者他可以決定權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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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那個接下來我好奇的是 剛剛有 剛剛幾位委員他們問到的檢察官 到底夠不夠 我們用的分母 都是 或者分子都是 案件量 那案件量的話 來看的話 每一個檢察官 他的負荷是非常重的 可是我好奇 部長你這邊有沒有就是 國民術 你懂我的意思嗎 國民術 對 就是說假設說我們 是不是案件特別多 就是每一個國民 平均每一個國民的案件量 特別比其他國家還要多 還是說單純 就是真的就是說 我們每 平均每一個國民的案件數 是一樣的 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們的檢察官 確實人緣不足 檢察官他主要任務當然是犯 犯罪的偵查嘛 但是 我們台灣的檢察官 還附有一個公益的義務 很多公益的案件 他也必須要參與 像這一次防疫的事情來看 表面上看起來跟檢察官無關 這是衛福部的事情 其他部會的事情 但是我們檢察官 站在一個社會公益的角色 我們也要參與政府 做共同防疫的事情 所以我們啟動了一個 查契民生犯罪專主 這樣的功能 所以有沒有可能 做一個法律的教育 同時個案的處理 如果涉及犯罪的話 由檢察官來處理 不涉及犯罪的話 由其他的行政機關來處理 所以第一時間就處理 所以我們在防疫上 即使不是完全的這個犯罪有關 我們也很樂意來參與 所以檢察官他站在一個公益代表人的角色 他是可以參與很多的事務 部長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檢察官 因為你的工作 每一個人工作 都是可以無限量的增加的 可是你應該有一個優先順序 那我好奇的是說 會不會我們每一個 平均每一個國 就是說我們 你可以之後再給我這個數字 就是說我們total有案件量多少 那日本total案件量多少 那我們的total的公民人數有多少 那日本的公民人數有多少 這樣我們才會知道 是不是我們每一個公民的平均案件量 比別人多很多 那如果我們平均案件量比別人多很多 那很多是因為像 部長你剛說的所謂的非犯罪相關的案件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就要來想想 我們到底整個 整個檢察機關出了什麼問題 這些真的是我們檢察機關該做的事嗎 還是我們應該要有別的單位來負責 還是說我們應該增加類似的人員 可是是來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處理犯罪的事情 因為當你把同樣的人 你又讓他要處理犯罪的案件 那又要處理這些公益的案件 那是不是 那他怎麼權衡呢 他他該先辦什麼 先辦犯罪相關案件嗎 還是先辦我們現在政府整個就是著重的方向呢 我覺得這應該要有一個取捨的地方 再麻煩你會後把這個順子給我 好這可以研究了 那接下來是檢察官其實真的很辛苦 他們除了原本的案件之外 那還要取得專業的證照 就像我們在104年的時候 修正性侵害防治法 真列的第15條之一 那我們要求呢 要有 就是要有相關的專業人士在場 但是如果有 檢察官有受相關訓練的話 就可以 可以當做專業人士 那我們從 我們看到數字 從107年的12月底 對不起 106年你們開始辦 這樣子的相關訓練跟認證的研習 那到107年底 一共是有1116人取得這個證照 比例大概是25% 那我好奇的是 副長你覺得這個比例是我們原本預期的嗎 還是說 我們的 這其實有點超乎 因為可以想像 檢察官本來的工作量已經很大了 他還要來做這樣子的受訓 這是我們原本預期的數字嗎 跟委員說明 這個 檢察官要辦理的案子 可以說類型很多 我們往專業化的路子走 就像跟醫生一樣走專科的 希望他能夠跟專業能夠做迅速的判斷 所以我們一直朝向的說 如果需要專業的訓練以後才能來辦理這一類的案子 我們朝的證照化來處理 那包括了 包括了經濟犯罪 我們也有這些證照班 那性侵害的案件我們也現在慢慢的也有了 那部長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大概有幾個專業 你剛剛提到有性侵害防治 然後有經濟 還有經濟 目前還有環保 我們現在往這方面來努力了 那接下來就看還有營業秘密 將來是不是也要朝著這方面來建立 那部長也麻煩你會後給我一個資料 就是說我們這 你剛剛提的那幾個專業的相關案件 佔總個案件的百分比 就是過去三年來 他的百分比是多少 然後再給我就是 除了這個受專業訓練的檢察官的百分比 也要跟他案件量的百分比 對對對我說兩個都給我 一個是案件量 因為他當地的也許案件量沒有那麼多的話 培養了很多人在那邊 當然當然 就是你提供那個檢察官取得證照的百分比 還有案件量的百分比 麻煩給我 那我們才可以看一下說 是不是真的是符合我們的需要 好的 那最後其實我想看是 法務部底下不只是檢察機關 人手不夠 我們知道腳跟機關的人手也非常的不足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從97年到107年 我們的預算的原額其實是增加了 而且借戶人力的比例應該是改進的 可是在實際的人數看來並沒有改進 請問一下這是因為我們 對就是要招募這樣子的人員有困難嗎 還是回歸到預算的問題 事實上招募是有困難的啦 很多新招募進來的借戶人員 做不久以後又離職了 他如果取得公務人員的資格 能夠找到其他比較固定 工作時間的工作 他很快的又離開了 所以我們隨時都是在缺額的狀況下 所以部長你認為他的 他離開是因為工作時間 還是因為工作的性質呢 因為如果工作時間的話 這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嗎 因為我們人手不夠 工作時間就會不好 那你再來就會一直惡性循環這樣 是確實沒有錯啦 因為監索人員很辛苦 他等於要跟瘦榮人員一樣 在這個欄桿裡面在生活啦 然後還要24小時值班 有時候要值夜班 部長那你覺得這個方面 我們應該怎麼改進呢 因為這已經是真的是成年的問題了 因為這就算是我們改進到1比10好了 跟其他國家還比起來 香港是1比1.9 英國日本是1比3點多 所以這真的距離還很遠 部長你們這邊有沒有什麼規劃 或者是至少有沒有一個 是我們最近提出了一個科技化的法務部啦 也包括監索 介護了是不是能夠透過 科技 那AI的這種 引用 然後能夠減少人力的發揮啦 譬如說人臉辨識的系統 它進出的時候 會有一個科技的設備 來減少人力 可以用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這個東西是有 有計劃有研你報告嗎還是 有有 我們有整套的一個智慧型的監獄的一個報告 已經好了嗎 已經是 我們有對外說明 那我願意能夠指教的話 我們提出一個完整的一個智慧型監獄的一個構想 而且逐步的在實行了 嗯 OK 再麻煩提供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鍾嘉賓 鍾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社長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媒體指令女士先生 那剛好部長啦 我就直接就今天的主題 我檢查機關人力配置跟工作負荷 我看一下109年你們的人員是4855人 其中呢 在比較前一年你們的檢查官只增加了0.51% 這是你們的報告你不用查 事務官 檢查事務官增加0.81 但我比較關注的是 官戶人士只增加了0.66 整個整體來講你們官戶人士 含臨床心理師有240個 其中呢只增加了6個官戶人跟兩位臨床心理師 為什麼關注這個問題呢 因為您看 總統在上週他說 社會安全網的漏洞已經在幾年補了起來 未來4年呢我們更需要把它做得更綿密 接觸每個需要幫助的人 司法和行政部門都要檢討制度跟優化制度 行務部長哪些社會安全網承接的更生人回歸社會的任務呢 簡單講 我們官戶人是對於保護人啊 他們是會在緩刑或是假釋的時候要關心 那要跟社會的資源結合 所以我都幫你吧 更生保護會對不對 社會局民間機構 那請問部長 那監所的處域政策是否以該受行人復歸社會為目標 當然 當然沒有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監獄行刑法修正第六條 他說我們要尊重受刑人的尊嚴維護其人權 而且呢 受刑人了解其所的處域及刑罰之目的 對不對 所以呢受刑人他只是穿著求服的國民 他的基本權益不能忽視 要保障矯正人權才能發揮教化的效果 幫助受刑人重生 這個都是在我們法務部目標嘛 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請問部長 民國35年所制定的監獄行刑法 97年成立了矯正法規研究校 12年來我們去年底將原流94條 大幅擴充到156條 12月到現在相關的執法修正進度如何 什麼時候會送行政院到立法院來審議 比如說你的事情是細則 比如說堅守作業勞作經的給務辦法 以及行刑累進處域條例 有沒有在進行修法了 有都在進行相關的執法 那行刑累進處域條例呢 有沒有打算 包括在裡面 包括在裡面 好 來我們回顧一下當年我們當兵的時候 在新訓的新兵訓練階段 幹部會的管理方便 常常把你下部隊之後 本來就可以抽菸 蠻蠻蠻蠻的福利呢 在我們新訓階段 都是菜鳥要服從訓練才有的獎勵 也就是說 後面的權力在前面不能 一直用獎勵 我們往下看 所以我們做行刑累進處域條例 它有分成等級 階級越高可以獲得越多的權力 這個有點像是新兵訓練 你菜鳥服從好 你到了老鳥的時候呢 你的待遇圖力就會提高 好大概是這樣的概念 好部長 您上次使用過留生機是什麼時候 很早了 有過嗎 你真的有用過留生機嗎 你確定 看過了 看過了沒有使用過 好 來我們看一下 我們行刑累進處域條例 他說第48條 第三集以上之受刑人 得聽收音機跟留生機 部長 你這個處域條例什麼時候訂的 你阿公訂的嗎 還有留生機 好 其實我要說的是說 行刑累進處域條例 很多人的內容要與時俱進 我們將受刑人的權力 做一種管理的手段 讓他易於管理 是不是也增加了受刑人 復歸社會的難度 我們來試試看 您對以上法條 是否可以趁監獄行刑法的 執法修訂之餘 一併的盤點檢討 也就是說 監獄行刑法 他一直把一些應有的權力 當作累進處域的福利 那您覺得哪些是獎勵 哪些是權利 哪些是福利 有沒有需要盤點 當然需要盤點 這個法律如果已經 一段時間了 因應這些時代的情勢不同 一定要盤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哪相對責任分數 其實呢 《主義條例》第十九條 他說 一受刑人刑期長短不同的責任分數 意思是說 你犯的罪越重 你的刑期越長 你要能夠升級的責任分數 要累積的時間跟分數要越多 大概的概念是這樣的 我是短刑期的 我比較容易 我的分數累積比較快 我比較容易得到升級 如果你去行期長的 你要花比較多時間 是累積分數 你才能夠花比較多的時間 才能升級 升到比較高的級數 你的處於就比較好 這大概是概念 往下看 好 那比如說他說呢 你看你少年 受刑人 責任分數呢 少年我們給他優待 你的責任分數可以減三分之一 累進的比較快 但是累犯的話就不一樣喔 要增加他的責任分數三分之一 包括撤銷假釋的人也是一樣 撤銷假釋表示你有犯錯嘛 所以我要把你的責任分數呢 提高難度 讓你要比別人多二分之一才能進行 那請問部長 累犯的受刑人 你為什麼要增加他的責任分數 呃 也許他是過去曾經犯過錯嘛 是 要更比較嚴格的來管理啦 好 他是有他的目的啦 是 我想累進處一條例就是 也便於大家 是 在這個復規之前 對 要確實能夠 好 圈毀有駿 好沒錯 圈毀有駿啦 圈駿有毀啦 好 那圈毀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47條 執行完畢喔 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或一部分之執行而赦免者 五年之內 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責為累犯 這是累犯的定義嘛 可以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請問一下底下ABCD 何者算是執行完畢 陸間服刑完畢 出間算執行完畢 對啊 假釋其滿未經撤銷 算不算執行完畢 對啊 好 醫科罰金 譬如說我這邊有一個新聞 2014年有個78歲的阿婆 她撿了鄰居的紙箱 賣了20塊錢 被控竊盜 法官判拘役五天 醫科罰金五千元 算不算受徒刑之執行完畢 如果她繳了五千元 拘役五天 被控竊盜 算吧 這個罪算不算中 不中 拘役不算 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至少 好 那這個還好 如果這個也算他就好 所以醫科罰金 他是以有期徒刑以上 就宣告 醫科罰金的才算嘛 那 易服社會勞動力的也算嘛 易服社會勞動力的也算嘛 他如果有期徒刑 對有期徒刑 那改易服什麼 很多 酒駕的都是這樣 好我們現在看 好小明 因為撿破爛誤出切到罪 判處 拘役 易科罰金 剛剛所說的應該 如果按照拘役不算的話 那就判處有期徒刑 易科罰金 小華呢 是搶劫被判兩年 2020年在五年內 他們兩個又應徒 陸間服刑 都會因為累犯 而增加責任分數三分之一嗎 兩個都算不算累犯 對不起那個拘役 既然不是我說有期徒刑的話 好兩個都算有 都算累犯嗎 好 一個是撿破爛 一個是搶劫 可是陸間服刑之後 如果五年內再犯陸間服刑 他們都受累犯 都是要提高他 所處於的一個獎勵 要提高三分之一 比較難度往下看 所以我們來看一看 在我們上週五啊 我們的外衣間條例修正三讀了 規定說累犯 過去呢 現在的現行條例 不論累犯千斤輕重 一律排除在外衣間 經過上週五 我們三讀通過之後 可以放寬為前次受刑 在六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的宣告者 仍可參與 是不是這樣 部長你覺得這樣有沒有道理 呃 應該可以接受啦 是 這樣照有區隔嘛 因為大法官四字七七五嘛 我們強調 對於累犯格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其實就是給法官一個衡量 這個人 他在五年內再犯 他的前罪如果較輕 法官通常會不會把他判到二分之一 會不會 通常沒有 但是如果是前罪比較重 他可能就會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所以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是給予法官衡量個案的輕重 對不對 但是現在呢 我們的 我們的累進處域條例當中 只要你是累犯 不管前罪輕重 他的責任會加重三分之一 使得他在累進處域的過程當中 跟其他的重犯一樣 所以你覺得是不是這個標準 可以趁著監獄行刑法的 執法的修正之際一併來檢討 可以檢討 好 那是不是您可以承諾一下 因為我剛剛問過了 你們這一次呢 都要來處理 十二月底 從去年 監獄行刑法的第二年 你們相關之後要修訂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把 行刑累進處域條例的修正 送到本院來 我會把委員的意見交給我們 在延修的這些委員 他們看看盡快 如果把這個意見能夠很快的 納到這個條文的修正 可以這一次的修正就把它做 那大概是等什麼時候 期限好像是半年吧 半年內 好 半年內我希望說你們 因為我本院已經在上週 散讀通過了外醫院條例 我們將累犯做有條件的做一個界定 如果前綴是在六個月以下的部分 而且已經執行完畢了 他在未來他的受刑人的處域上面 外醫間也是一種處域方式 所以給予他有輕重之別 合乎大法官四字七七五號的解釋 所以我希望說未來的監獄行刑法的執法 好我們的這個處域條例 你們送來的時候呢 第一應該以復歸社會為目標 第二累進處域條例為了管理方便 他卻增加了受刑人 如果說是輕罪的 我們讓他卻難以復歸 那這個規定要檢討 那最後呢你們就是說 六個月內你們送過來好不好 好我們盡量再盡快 OK好謝謝 好謝謝中嘉定義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運鵬委員發言 主席各位首長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這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恭喜部長 就是這幾年包含未來幾年我們這些包含私改 包含我們的法務業務很繁重 所以部長留任這個是老實說要跟你感謝 這個都是老實說要 應該做的 黑臉的工作 那所以部長我們上個禮拜三五二零的時候 總統就職的現場你也有參加嗎 是 那部長你應該有印象有這個夾子對不對 對 這是總統就職演說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因為前一陣子大家在討論的是王景玉的那個案件 我跟部長我對部長的發言我有一些不同看法 部長你應該也記得嘛 那總統在這個 對於這些案子 包含台鐵警察他有一些回應 部長應該現場也有印象 是 這說到你會怕沒有啦 那他放的部分放在社會安全網 的補漏網的部分 而不是放在跟司法有關的那個 司改國事會議 好 總統這樣寫得不錯 因為會牽涉到說 其實社會安全網包含這些 思覺失調症啊 或其他精神疾病的患者 他有一部分會有暴力的發作 會有暴力的傾向 但是社會以為說 這些暴力傾向是每一個精神 思覺失調症的患者都有 其實不是 那社會也可能會以為說 思覺失調症的患者 那隨時都保持在發病的狀態 這個也不對 他是有時候會發病 有時候不是 所以當發生這種 那個刑事案件的時候 那檢察官或者社會會認知到說 你當下 你是不是在發作的狀態 有沒有辦法 對自己的行為去負責任 或控制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檢察官起訴 或法官量刑的關鍵 這個也沒有錯嘛 所以總統在把這個社會安全網的 這個建制下去講的這些案子 其實寫得很清楚 是對個案所引發的爭議 是對個案 那總統的就職演說 要對個案去講話 這個非同小可 那他也認為說 不能把它推給醫療部門 個別法官 司法或行政部門 那也就是你們 然後 那應該要把這個檢討制度 優化制度 然後該修法的地方修法 好 那這個就是大家都要一起來的啦 包含衛福部也好 包含中央跟地方 包含法務部也好 都要一起來 那我跟部長請教的事情就是說 我認為這個對於思覺失調症 或有暴力傾向的精神病患者 在發病的時候 要怎麼報就不可能 未來一件刑事案件都不發生 這個沒有錯嘛 他有可能偷竊 有可能是傷害 但是他就是離病了 以後可能會降很多 或者法院判決無罪之後 他會有一個機構可以去 那就國家幫你照顧啦 算是照顧好了 但是 我跟部長要請教的是說 好 如果未來還是發生這種不幸事件 法院也判決無罪 法院也判決無罪一審 那以法務部的立場 你們還會不會去堅持說 一定要上訴 看個案的情節啦 如果他真的是病得很嚴重 也經過專家的判定 那如果他是需要醫療的 那現有的制度下就可以用監護 那用監護的處理的話 只要不危害到社會 我想我們檢察官員會考量嗎 他包含監護 有時候就是一直展嚴嘛 以後修正的時間可能更長 機構更明確 那這樣子我們還上訴有意義嗎 那這就要評估啦 每個個案的情節 如果說這能夠達到社會安全 那對這個個案的加害人 也能夠有效的處理 甚至幫助他醫療的話 那至於要不要用刑罰 要不要決定說他上訴與否 這個我想用檢察來判斷 部長我想要跟你談這個觀念喔 被害人是一回事 被害人加害人是一回事 被害人要怎麼處理國家有國家的體制 他有該負的責任 但是我剛講的這個意思是說 為什麼每次對於這種精神 那個患者喔 的量刑 之前的小燈泡案是 無期徒刑不是死刑 好 雖然已經定驗了啦 社會也是一片嘩然啊 也是認為司法該改革啊 所以咧 無期徒刑沒辦法接受 那就是什麼 就死刑嘛 對不對 那無罪更沒辦法接受 但是你認為如果法官判 無期徒刑社會接受法 不會 就是死刑 所以我跟部長請教這個就是說 如果未來發生這種不幸事件 不管它是什麼樣的判決 我可以跟你保證 不是死刑社會就沒辦法接受啦 就這樣 那所以我說政府的立場 尤其法務部要不要上訴 法務部的用語 就會牽涉到這個 我們每一個個案發生的時候 每一個判決發生的時候 那我們會不會再挑起社會這種 啊你就是 你就是 你就是 沒有死刑司法該改革啦 那你就是 輕忽被害人的權益 就會變這樣 所以我才提醒說您跟次長 所以我們的用語要非常的精確 好 那如果今天總統宣示的社會安全網 建立起來了 建立起來 那個建立一定會 大家有共識修法 該給錢都給了嘛 那表示說我們認為這個社會安全網 應該大致上就已經 滿足社會的要求囉 還是發生了 這樣的事件 那如果一審判決無罪 然後往後面 往那個安全網去進行啦 所以部長你剛剛講說 那是不是法院判決 你要去考慮說會不會 有沒有再犯啦 會不會有安全的可能 絕對不會有 要畫光的對這個新的機制下去了嘛 但是你們就要決定要不要上訴啦 其實他進去那個 他進去裡面的 譬如說監護啦 或者是矯正 或者說是醫療機構好了 老實說 柯林幾乎是無期徒刑耶 一輩子出不來了 誰敢放他出來啊 對不對 他是暴力犯罪 他可能殺人了 你那來對柯林 比法官的那個求刑 法官的那個裁決還高耶 他可能在裡面 沒有人會放他出來的 醫生衛服務單位 也不敢擔這個責任啊 所以你們要不要 你們要考慮看看 如果這個安全網建立之後 你們以後對重案件 你起不起訴就非常關鍵了 你如果起訴 一定會要求判更重嘛 不然你起訴幹嘛 那那樣社會會 會對於這些思覺失調患者來說 他會認為他那個誤解 會繼續存在 所以這個你必須要去考慮 政府都報告而已 還發信了 如果對社會認為輕判的 我認為法務部 跟司法單位 跟那個司法院 你們要負起 在這個案件上面 教育社會的責任 以後要怎麼講 你們要很清楚 該背的要幫忙背 就說他們去裡面 對他們比較好 那對被害人的照顧或什麼 我們有另外的處理 而不是說我就起訴 起訴反正交給法官了 交給法室了 法務部還有檢察官也有這個責任 要告訴社會大眾 這個行為是不對的 不能說因為他有精神病 所以等於都是這個行為 容許他這樣做 沒有人認為那個行為正確啊 我們要分別這個行為不對 也要趁這個機會 教育社會大眾 那至於說 他要負什麼樣的責任 是不是因為他有病 所以我們要減輕 或是不予刑責 但是我們就靠社會安全網 能夠有醫療來協助他 這個我將來 我們一定會把它講清楚 但是行為不對 還是要告訴大家不對 你認為法院的判決 沒有告訴社會說 他這個行為不對嗎 法院的判決只是告訴你說 我在這邊 我在刑法上面的良行 因為我是這樣處理 沒有告訴你這個行為是正確的啊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你跟我認知在這一段有落差喔 你上訴之後說他是不對 就法院判太輕 或者法院認為說他沒有付出 你認為法院沒有要他 為這個行為犯出 上訴也許他認為這個行為 是需要負刑事責任 那希望法院能判有罪 但是至於要處於什麼刑 或是要不要授予監護 給他醫療處理 這個都我們尊重法院的決定 但是我們還是要告訴民眾 檢察官認為這個犯罪 這個行為是構成犯罪的 不應該大家有不錯誤的認知 我想我們有這個責任來教育民眾 部長上訴不是唯一手段 不是唯一手段 那但是在於我們既然 總統都把這些思覺思調政 單列於司法改革以外 那你們因為現在還沒有建制完整 你們真的應該要考慮說未來 如果建制完整的時候再有個案 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對於你剛剛所講的 我認為跟現在沒什麼改變 我老實說 下次再遇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立法院這邊媒體上面 都還會往那個很極端要求求死 嚴方走 這個是我不樂見的 那這樣我們建立這個安全網 建立這個機制 那個老實說完全沒有用 大家對於精神病患患者的歧視還會存在 這個我提醒部長 我們今天不會有共識 但是你想看 你們的上訴 不見得是告訴社會說 這個有那樣的教育功能 說這個行為是要付出責任 不是這樣了 他就是一個精神病患 他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那你們要怎麼處理 法官也不是沒有 也不是沒有在考量你們檢察官起訴的證據 也是這樣好不好 今天有拜討論 謝謝 今天講到這個檢察官的制度 還有幾個部分 可能要跟主席再接兩分鐘 好 就我直接講好了啦 檢察官跟檢察官事務官很明顯的就是不足 這個沒有錯嘛 你們認為法定的比例應該是1比1 結果現在是1比0.4 那如果照著今天的修法再通過 檢察事務官具有律師資格的 他就會有機會 他就會有機會去變成那個檢察官 你不希望他跑掉啦 意思是這樣嘛對不對 因為他已經累積了一些經驗 如果他做的也是檢查偵查的工作 那他有機會他有律師資格 我們讓他來鼓勵他來擔任候補檢察官開始 那我覺得這個是不錯的一個補充的力 那你們現在掌握有這樣資格的檢察事務官到底有多少人 我們現在檢察事務官有律師資格是37位 那服務6年以上的大概有21位 所以你開了這個 你這修法如果通過的話其實也增加不多 目前就可以 好部長我跟妳講 就是說你現在看起來檢察官的量 其實你們要補充檢察官的人力 但是數據上看起來檢察事務官更不足 如果你讓他去當檢察官的檢察事務官更不足 那我們還會再補進來 你要補的速度實在太慢了沒關係 我跟妳講說第一個啦 我講的都逆時鐘的 剛剛講那一段這個思覺失調症也是啦 其實我們現在考慮的是什麼 就是說你的人力就這麼有限了 你在這檢察官家檢察事務官這個鋪額裡面 兩千人左右 你一年要處理四十二萬件 要結案的 其中有七萬多件 是根據一八五之三 酒駕他送過來的 酒駕不是每個都造勢 他其實很多是沒有造勢的 送過來將七萬多件裡面 佔你們的總量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左右 所以如果你讓這些刑事犯罪 無造勢的酒駕 你有適度的減量的時候 其實你在人力的使用上面 跟調配上面你們壓力不會那麼大 你就變成挖洞牆補漆牆 沒有什麼 我覺得那個幫助不大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你要去檢討哪一些 大宗的 根本也沒有構成什麼社會上的危害的時候 無造勢也自己撞到 或者路邊酒冊就零點二五了 他們這些其實是沒有危害到其他人的 你有沒有辦法說減量 從這個地方去減量 讓他們付出該付的代價就好了 這第一個 那這個部分怎麼做 因為大家是越走越重 我也不知道怎麼修法 這個部分你要去考慮的 那吸毒的部分 我是覺得社會大概沒辦法接受 所以你只能留著 那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這樣 我最後跟報告一下 消極的做法是今天的修法 讓檢察事務官轉任檢察官 比較積極的做法 你應該鼓勵律師轉任檢察事務官 或檢察官 這個是比較積極的做法 你是不是要補充嘛 其實外面的律師 尤其是年輕的律師 其實他們也需要有新的 有新的機會 讓他們跟這個 整個司法體系去接軌 所以如果你積極的 包含說你們在加級上面可以的話 像我們在遇到很多的那個 年輕的律師都希望跟民意代表做 法律服務的工作 其實如果他們可以轉任檢察事務官的話 我認為會幫我們這個 整個兩千人的這個人力庫 會增加比較多 今天我認為算消極 我認為算消極 積極一點你考慮看看 是不是要檢察事務官 甚至檢察官 如何從這個律師的人才庫裡面去挖過來 這樣對政府比較好 好不好 這幫你報告一下 謝謝 甚至律師我們都可以讓他來轉任檢察官 不一定是檢察事務官 謝謝 謝謝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謝謝鄭運鵬政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立文政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因為剛剛這個運鵬委員有提到就是說 上不上訴這件事情 我倒是很想就教於那個部長 就是說到不是這個案子 到跟這個思覺失調這個是無關的 因為這個案子有特別的社會的一個反應 但是就我長期的印象 長期的觀察跟感受 我想要請教一下法務部長 是不是所有就是說 是不是檢察官有這樣子的一個傾向或潛規則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習慣就是說 只要一審的法院沒有按照檢察官的起訴來定罪 或者是說只要一審的法院判無罪 其實檢察官基本上都會上訴 跟委員說明 我本身也是檢察官做小 我在從基層做檢察官 當然我起訴的案子 我也希望能夠達到目的說法官來支持 當然如果法官認為說 你這部分你有漏調查 就是說不應該起訴 那你最後你如果接受這個理由的話 你也是應該要接受 如果認為理由是 所以會不會影響他的業績 會不會影響檢察官的業績 就是說你怎麼起訴的都 正確性 那當然他會說 我在爭取剛剛二審法官 會不會支持我 因為我覺得 但是這個不是重點 這個分數不會影響到他的烤雞 也不會影響到他的 所以你覺得純粹就是面子問題 就覺得就是說 我就不服一審 沒有按照我的 也不是面子啦 就是個人對法律的見解 或對這件案件事實的認定 所以不一定是面子的問題 但是好像大部分的檢察官都會這樣 就是一審輸了都會上訴 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說這是個很普遍的現象 也有啦 但是也要考慮到說被害人 因為檢察官是代表被害人的一方 如果被害人他也覺得說這個是應該要定罪的 那法官如果不支持的話 是不是再上訴一次的機會 那我的意思當然是就是說 我們有二審我們有三級制 當然這是當事人的權利 他本來就可以上訴嘛 不是說不能上訴 只是說我的感覺非常普遍的 就是檢察官對於一審沒有按照他的意思 判決下來幾乎都會上訴 那這樣子的話有很多啦 我會覺得其實你不是人力不足嗎 那你這個檢察官就變成在這上面 也是一種司法資源的濫用 然後對於雙方的當事人 都不是一個被告也有被告的人權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對他們來講 因為案子有很多 有很多的有一些案子 他當然我們覺得上訴是合理的 可是有一些案子 其實真的可以不需要再上訴了 只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本來就是看個案嘛 有些你根本不應該再上訴 有些你當然一定要上訴 可是為什麼幾乎大部分的檢察官 大部分的案子沒有按照他起訴的一審判 他都要上訴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好像就是一種 是因為會影響他考基呢 是因為面子問題呢 是因為檢察官對於一審的法官都不認同 然後還要上訴二審 二審輸了還要再繼續 沒完沒了耶 這是我們的司法制度嘛 本來就是有救濟的機會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被告可以救濟 那個我知道 這個我一開始我就跟你講了 所以這沒有辦法 那你覺得是不是 我觀察到的 就是是不是大部分的檢察官都會這樣 跟委員說明 那其實檢察官在受理案子以後 有一半是不起訴處分 幾乎一半不起訴處分 所以他能夠構成要起訴的 也剩下一半了 那這一半如果法官在判決的時候 如果認為說不應該判有罪 那回來檢察官會重新檢視嗎 不是檢察官本身而已 他有主任檢察官 也有香岳主任檢察官檢察長 他們內部也有一個機制 到底這個案子 是不是一定要上訴 還有內部檢視的機會 不過我想委員的指教 我們也要內部要好好地檢討 因為我的感覺 大部分都是意氣之爭 而且我的感覺很大部分就是說 所以他們很質疑你們司法提醒 就是一審的法官 他們都不接受法院的判決 而且不是只一審而已 二審三審一直上去 一直上訴 沒完沒了 我覺得有時候到最後都變成是 這個檢察官自己本身的意氣之爭 他自己本身的面子問題 這是一個沒完 因為不一定 我說實在 不一定每一個案子都有可憐的受害人 因為案子的形態各種都有 所以我剛剛講了 他該上訴當然要上訴 他不會該上訴不上訴的 但是呢 不該上訴的 一直上訴 沒完沒了的真的很多 好接下來 想要請教 不多啦 我的感覺 我的感覺真的是很普遍耶 不是感覺啦 我的感覺是很普遍啦 因為這種東西你也很難 你也很難 可以去調查啦 可以去調查就是說 如果不是按他判決的那個 上訴的比例 你們有這種調查嗎 有這種數字嗎 先去調查一下數字 選無理由的話也是不上訴的啦 好 那再來就是想要請教一下 有關於刑事訴訟的這個改革 其實呢 這幾年呢 討論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起訴狀一本主義 那包含我們最近一直在 吵這個 參審制 陪審制 國民法官的問題 這件事情也一直拿出來討論 那我想 我先請教這個司法院 副民署長 就是說 就司法院的態度 是不是支持 因為這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過去我們的捐贈並送之下 所引起的很多的 我就不一一講了啦 反正你都很知道清楚 問題在哪裡 那是不是應該回到就是說 法官的一個超然的立場 然後檢察官是原告 然後被告律師 他們雙照的去做這個工防 所以呢 就提出了起訴狀一本主義的改革 那麼請教一下 我確認一下 司法院的立場是支持的 是不是 請問一下司法院的立場 報告委員 那起訴狀一本主要 真的是避免審判權的預斷 那我們的國家的刑事訴訟的制度呢 大概都是大陸法系 所以他 我們現在就用國民參審 先要來做 然後來請問 那你們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什麼 那這一波不好 就說你們希望 希望改成起訴狀一本主義啊 因為司改國事會議裡頭有通過這個決議 是 那報告委員 那因為今天 回答不出來啊 對我今天沒有被授權來處理回答這個問題 所以你不知道 因為這件事情很大 它不是一個司改裡頭的一個不重要的細節 它是比較政策面的 那你不曉得司法院的立場啊 對 報告委員 因為我被授權的都有限 那我的意思是 我知道你今天來 是 今天就法官法的部分 然後做法 但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已經討論這麼多次了 然後又 那因為它是一個整個 刑事政策 那你們現在在那個 國民法官的制度也提出來啦 在你們的版本裡面 對 你們從國民法官的制度先推 你們不熟悉嗎 你們的版本你不熟悉嗎 我有了解 但是 那裡面有沒有這個 你就知道了啊 有 所以你們是不是支持 這不能回答嗎 那當然 我們刑事訴狀是主管法規 那我們是支持 在國民參選的部分 你們先來 起訴狀一本主義 所以你們是支持的嗎 那為什麼不敢回答 對 在國民法官這一部分 那我剛才聽委員的 大概就是說 刑事訴狀制度的變革 要不要做變革這樣子 就是要改革啊 對不對 那那個 國民參選這一部分 先來 是是是 我知道你們的立場 你們也提法案 這個我都知道 但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你們之不支持改成 起訴狀一本主義嗎 我一直覺得你們 在國民參選這邊是同意 我們先來 起訴狀一本主義 那以後 整個刑事主動 那個是 政策的一個大變革 那個 所以你們是 意思就是說你們是階段性的 就對了 對 先階段要在國民參選這邊辦 然後 一般的刑事訴狀 那個知識體大 一個 一個 那請問 我同樣一個問題請教那個法務部 那法務部的態度呢 因為這影響到檢察官嘛 我們今天討論檢察官他的辦案的習慣 那因為要改變習慣多辦 大家會抗拒啦 但是就是說 請教一下 這討論很久了 所以我也想知道法務部的立場是什麼 我們不反對 態度是什麼 你們不反對是什麼意思 但是你們不會去推動 曲訴 本來就是要把證據收集齊全嘛 那至於說要用書類 連卷證一起送到給法官 還是說只是起訴狀一本 告訴他我已經起訴了 起訴什麼法條 就夠了 那所有的證據到法庭裡面去呈現 對我們講官來講這個影響不大啦 不過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人力更充沛 因為你要在法庭上面公法 所以你們覺得法務並不反對 但是因為行事訴訟法的改革 那你們到底 如果真的要改的話 到底是請問一下是司法院要推動 還是法務部要推動 報告委員 那是司法院 司法院要推動 所以法務部剛剛告訴你說 他們並不反對 是 那你們你們要推動嗎 因為在演講很多年了 你們並沒有推動的跡象啊 對 你不能跟我講說我們不反對 但是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要推動 所以其實是反對不敢推動 還是說不重要不care 還是說這不在 因為這不在你們的優先的順序 改革的優先順序上 如果不是為什麼 你們要講啊 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這樣子迴避 因為很大的 如果一般的 我們不說國民參選 這一個起訴狀一本 在一般的刑事訴狀 因為是大陸的法系 那整個整體的本質 體質全部要很大的一個翻修 所以是一個很大的政策 所以才要早點開始啊 如果你們支持這個方向 就要趕快早點開始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翻修 可能 這個方向應該是 那你們內部到底有沒有在開始呢 考慮要整個大翻修 都有研議過啦 有研議過 然後要看這個國民參選 你有講跟沒講一樣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鄭麗文 鄭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劉世芳 劉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想先請教一下法務部長 那個部長 您今天來報告的部分 當然是講檢查機關人力的配置上面 工作負荷太重 大部分人都同意 但是怎麼樣解決 好像都不太一樣的意見 我先請教一下一個實事題啦 就是這兩天呢 剛好有所謂的總統府的這個洩密的部分 那剛好我們的法務部的聯政署呢 又去這個搜索這個南部的 這個某一個支通電軍 那我看到這個聯政署跟 國防部他們所發的這個新聞稿出來 就是說這是小規模的貪毒弊案 可是因為在520的時候就搜索南部營區 而且約談9名士官兵 這個部分不曉得您知不知道 如果您知道的話 可不可以稍微更正一下 就可能跟這個洩密疑云是不太一樣 因為外界有人傳說會覺得這個洩密疑云 可能跟我們的國安單位或者是相關這樣子 我的了解是聯政署 然後由檢察官那邊指揮來偵辦 一些是不是採購上的一個問題 不是跟洩密沒有關係 跟主要的核心業務或者是國防的業務不太相關 那因為網路的媒體上面會燒嘛 剛好這個時間點在520的前後 所以我想這個可能請部長稍微澄清一下 那同時也是這樣的問題我想請教一下 今天我們當然是在看看討論一下 能不能有更多的人投入檢察的人力 可是部長大概也知道 我們在幾年前把這個軍事審判法做一下修改以後 那請問一下現在在國防部裡面 跟這個軍事審判相關的這些軍法官或者是檢察官 他們去哪裡了你知道嗎 我的了解他們大部分還是在做法制的宣導 在軍中也有做法制宣導 你知道有多少人嗎 那如果個案的話當然要移送到普通法院 我知道我知道 我現在是說人力人力的部分 那人力的部分在106年的時候 我們國防部有跟他們協調說 那這些人力其實軍法官也是相當專業的 你現在平時雖然不受理這些案子的處理 但是到暫時的時候很可能這案子要回歸到軍法系統 是沒有錯 我們的軍事審判法是這樣規範的 需要有一些訓練或是說繼續的來了解這些業務 執法 所以我們跟他就有一個共識說 有交換的機制嗎 這些人送到我們檢察機關來 檢察事務官 有106年 第一次的時候是15名 後來兩年到了 兩年任期到了回部隊了 回他們軍法機關 然後另外再派第二批來 也有13名 那未來還是會持續 國防部跟我們法務部有很高的共識 就是說平時可以讓他們熟悉這方面的業務 暫時的時候他可以回歸去 對 但是為什麼2019年5月的時候 他們國防部還有個軍法官的真審跟訓練辦法 對外招收志願役或者是其他的一般人 他是說律師司法事務官檢察事務官只要公務人高考資格 經過國防部訓練合格就可以 那既然現在國防部對於不管是軍事 不管是法官或者是檢察官已經有一些 我們認為是比較在第二線 不要講閒置 你在軍中裡面從事這些跟法務相關的宣導工作 一般的檢察官也可以啊 廉政署也可以去宣導啊 如果有貪毒弊案 然後現在我們的地檢署也是針對軍中裡面 如果是涉及跟一般公務機關裡面貪毒啦 等等其他甚至性侵啦 這種部分也都移轉到我們一般的檢察機關來 那軍事檢察機關的人這麼多 我才不相信只有總共你們兩批訓練下來只有28人 還有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可以建立這種交換或是輪調的這個機制 讓他們也可以融入啦 這是第一點我想請教部長參考 不要因為是你是法務部我是國防部 所以我不會插你 我不曉得部長的高見怎樣 因為他們在吸收人才也有他的需求啦 因為部隊那麼多人嘛 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連宣導都由法務部來做 你現在先告訴我 現在軍事檢察官在起訴什麼事在做什麼事 涉及到軍法的案子在我們檢察機關也是交由他們來協助處理 不是太多嘛不是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既然檢察事務官 你既然檢察事務官跟一般的律師都可以互相這種所謂的轉考或者是並行的機制的話 那跟軍事檢察官或是軍事法官這邊難道沒有辦法嗎 有還是沒有啦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 這尊重他們的決定 所謂的互相尊重的結果就是會 我跟你講就是勞役不均啦 是 你去外面聽一聽看他們的量有多大 我當然知道會有一些相關的 我們現在不管你說平時如戰時 或是甚至如果你是在漢光演習發生事情的話 一定大概不到地檢署 應該是到軍事法官那邊去處理 軍事檢察官處理 沒有沒有現在一般案子還是要回到我們檢察案 漢光演習 漢光演習內部的核心業務呢 我不是說他漢光演習 軍法的案子 我是說跟犯罪有關才會到我們這邊來 對啊對啊 一般的犯罪嘛 在刑法裡面規範的 他們來到我們檢察機關 如果涉及到軍人的犯罪案件 由他們來處理他們比較熟悉啦 所以也減輕了我們檢察署的一個工作負擔 我現在就是要 補充我們的檢察事務官的利 我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他們也是類似這個檢察事務官補充的來源之一 因為現在仍然會有一些 不管是自願意或是義務意的人在嘛 那他們可能有一定的法學基礎 不過這個是另外的啦 那再來我就是直接請教一下 就根據我們檢察機關的案檢筆 逐年惡化到這種程度 實在是很難讓人想像啦 這個比例大概您知道吧 104年到108年 這個不管是最高檢署或是高等檢查署 或是地方檢查署 這個案檢筆一直在升高當中 是不是因為有這樣的逐年惡化 所以才讓檢察機關說這個人力配置上 需要有你們所提的這個方法 是不是這樣子 而案件的增加量 這是整個社會的情況啦 然後再加上很多行政機關 他在修法的時候 希望加上刑責 那無形當中就增加檢察官的 將來要受理案件的數量 對 所以剛剛也有委員提到 是不是要很多可以除罪化 就不一定要用刑事處罰啦 那很多行政管理的事項 也盡量不要用刑事處罰 又快又專業 那大家都認為刑罰有用 所以都要加上很多的刑罰規定 那無形中又增加我們檢察官的案件量 所以這是法律上面適用的問題嗎 可是你也了解 每個公務機關裡面的政風單位幾乎都是從法務部 你們這邊派出去的啊 那難道那個地方沒有辦法 直接在公務機關裡面先做一部分的行政懲處的部分 必要的時候再移到我們的這個法務部這邊地檢署 來做後面的這個刑法上面的處理嗎 這個地方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政風他是有關貪毒的部分 那業務單位 譬如他有很多的業務行政的管理 他由應該是行政的法規主管機關來訂定 他們就很想說他後面要加個刑罰 那這個刑罰累積多了以後 當然案件會發生就多了 我覺得這樣還是會有檢討的空間 我覺得這樣政風單位幹嘛 就是一般的公務人員也是朝九晚五這樣就好了 政風有政風的業務 而且政風指派通常都不是機關首長自己本身指派 都是經過法務部的這個系統來指派 所以他們應該有獨立處理這個一般公務機關裡面的政風的部分 我覺得這方面的行政方面要加強會比較好 減低我們檢察官未來再處理這些案件比的比例這麼惡化的一個現象 那再來請教一下 律師轉法官要職業三年 轉檢需要六年 到底他的工作性質是差在哪裡 為什麼差這麼多 三年跟六年是一個非常大的差異 實務上的關係 我不曉得他們法官為什麼三年 我不知道 應該也是參考 法官他們 檢查六年是怎樣發行什麼 法官比較好做 檢察官比較好做 三年 三年六年十年 大概就是進來 我知道啦 但是為什麼你的標準不一樣呢 就是法官跟檢察官不一樣 是說容量不一樣 還是專業不一樣 他們比較早吸收律師來擔任法官 那檢察官的部分是最近兩年才開始有轉任 可是你們這叫個型歧視啊 在我的了解裡面 法官的專業 或是法官所需要的職業的時間跟檢察官其實都非常的重 為什麼 如果你是三年跟四年 我大概沒有什麼疑慮 三年跟六年就差一口 你知道嗎 很大口 怎麼會這樣 大概他們有三年 六年 十年的時候 我們取他的平均值 來 那個負面 你不能這樣說啊 你這樣子就太隨便了 來負面長講一下 來負面長講一下 報告 三年的是地方法院 我們高等以下法院的也是六年 好 報告委員 那依照 這是法官法 好 第五條的規定 我們是地方法院的三年 那高等法院的就要六年以上 對 我們有區別的 這樣子啊 我這邊的資料是 律師職業三年是根據法官法的第五條 然後承認法官兩年的話 是律師法的第三條 所以第五條裡面 對啊 但是在承認十任檢察官的話呢 還有承認十任法官的時間又不太一樣 到底是怎麼會 怎麼會變成這樣呢 這樣 有沒有檢討的空間啊 條件不同啊 也許 我當然知道 你當然會講條件不同 否則不會出現有三年跟六年這麼大的差距 但是我是覺得說 是不是稍微是討論一下 到底麻煩是出在什麼地方 或者是說 法官比較簡單 還是 檢察官比較簡單 為什麼 這個是怪怪的啦 我知道大家都要爭取 比較優秀的人到你們的單位 不管是要到法務部的 擔任這個檢察官 或是到這個司法院擔任法官的部分 但是至少我覺得說 讓可以我們被說服說 三年跟六年的差別在哪裡 我不是說這樣不好 我是說 為什麼兩個差這麼多這樣 好嗎 好 是不是有一些檢討的空間 好不好 麻煩兩位 好 謝謝 好 謝謝 劉士芳委員 這個標準好像不太一樣 大家把它搞清楚啦 是不是就請司法院跟法務部 就今天這個 當然檢討還是要檢討 所以那個標準 大家先把它搞清楚 好 不是法官要六年嗎 就律師要六年才能轉法官嗎 有有 有 報告主席 也有三年以上也是可以 但是地院 地院三年就可以了 那還是要受訓嘛 對不對 對 現在無論是職業三年 或者六年 或者十年 全部都統一受訓要七十五週 七十五週 那十年的也要 對 以前是三種 三六九不同的訓練的期程 那最近有把它統一 全部都要七十五週 好 好 那麻煩你們再把它 這個整理清楚啦 好 整理清楚 然後給我們一個書面的一個說明 參考 好 好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那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時間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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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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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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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感谢观看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或者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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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只有五年 所以这恐怕非常有问题 好 我了解看看 如果认为就这个个案怎么处理 对外做一个说明 有没有必要再把前面的事情全部拿出来 而且是民国95年的事 那这个就是在欺负这个老百姓 因为他就是认为说你这个執行已经有问题了 结果你在这个企图影响这个舆论 而且他也不需要公布他个人资料 然后去把他民国95年发生的事情讲出来 不过也许他只是想要说明 为什么会拍卖他的房子 因为他前面就有这样这么多的一个不良的记录 所以这个部分他也要非常注意这个部分 因为你看他程序有很多的瑕疵 下面这边是4月27号签名大家签名 上面还有个6月1号 所以这非常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笔录到底哪一天去查封了 所以这个案件当然后来撤销了 所以我必须要讲说 他们的执行有很大的问题 那我要现在回头过来看 就是说次长你知道他现在行政执行署每一年 案件大概多少吗 非常的多啦 非常恐怖啦 1100万 1100万 你民国99年 你看我把你整理出来 所以部长你可能要了解一下 民国99年的时候是500万件 到了现在 108年 去年是1100万件 所以难怪他会 做这个执行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瑕疵嘛 因为他根本人力负担不了 所以你基层的行政执行署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跟你的现在检查系统一样嘛 那你看 你现在人力的精简 你看为什么108年 你本来有一些替代液嘛 百分之38 为什么108年替代液变0人 你知道吗 已经没有替代液 对啊 就是这样 你连那个替代液百分之38 你都没有了嘛 所以你现在 109年的原额 你只有711人 对不对 你只有711人 那我帮你扣掉 像这个分署长有13位嘛 分署长应该没有在办案 实际上办案件嘛 督导啦 督导嘛 对啊 所以你看 你看这张表哦 711人里面 你把它扣一扣扣一扣之后 剩下500多人 对不对 那你剩下500多人之后 你要处理1100万件 那针对这个部长 你觉得这个事情要怎么解决 我们希望用科技化的处理啦 调到它的效率啦 对 譬如它这些都是也是类型化的 很多都是欠这个健保费啦 对 不缴罚款的啦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怎么样 有效的很快速的处理 这也是我们这样的努力 对啊 人力的部分呢 因为今天考试院也有在这边嘛 你人力的部分 你看你的这个行政执行官全台湾哦 才72位 对不对 然后包括你这些执行员 助理员 办事员 书记 加起来 你加起来 我帮你 我帮你算一算 你加起来大概才500多位 然后一年要处理 1100多万 所以你从这个宜兰分属这个例子 当然就是说社会会觉得说 人家这个一个房子 然后你欠1万8的这个罚单 然后你就被你拍卖嘛 结果还是木造房屋已经灭失了 那现在撤销 对不对 但是你背后去看这个原因的时候 这真的是非常血汗耶 500多位要处理1100多万件 对啊 那你在人力这个部分 你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主张还是怎么样 不然的话这个要怎么解决 你不可能让这个案件量变少嘛 还是说你有什么 能够让案件量变少的方式 对啊 你替代意又不见了 我们来感觉 那另外面这个行政效率 也能够利用科技化的来 或是剪 对啊 科技化是科技化啊 但是还是有一千一百多万件啊 那你人力的部分没有办法再增加吗 还是说有什么样的想法 比如说你替代意 替代意的人力嘛 本来你在105年的时候有826人 106年有631人 107年300人 哇 108人 0人耶 现在109人应该也是没半个人吗 我们就用约顾的 约顾的 约顾的 对 来暂时减缓这些 约顾的就是委外人员这一块啦 对 对不对 但是你委外人员 你本来百分之23 但是你现在有增加吗 因为这个是107年1月 这个李文中前署长来行政院简报的 这个行政院简报的资料 那 委外人员有增加吗 对 不然你要怎么处理 比起原来的替代仪当然少很多啦 对 那 那每年是不是你的委外人员可以去增列啊 呃 只要人事总数同意的话 当我们来 啊 聘雇这些委外人员 要求你的暗件量事实上是每年都提高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去要求说 委外人员增加 我觉得这是很合理啦 好 谢谢 对不对 谢谢 或者你会 你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说 你看你从 这个 民国99年开始500多万 每年都增加100多万件嘛 那到现在已经1100万件的时候 那 他案量很大 所以他只好 你看 他只好 有这些瑕疵 因为他觉得说 我已经再来一次了嘛 好 那我为了要去执行这1万8的罚单 那我如果还要再去处理里面的电风扇 电冰箱什么的拍卖 共产的拍卖 这就是社会所指责的 但是问题是说 从他的人力的角度来看 他没办法这样做啊 他每个月 应该要做的可能是上千件 对啊 刚刚提到的是检察官的状况嘛 现在就是你的行政执行署的状况 也是一样 这个状况非常严重 好 谢谢 所以应该是说 人力的部分 可以再 请部长应该 法务部这边应该要提出这样的需求 好 谢谢 好 谢谢邱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蔡逸宇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那我们就是先 请教我们蔡部长 是 部长那 事实上今天大家在讨论的 就是关于整个检查 检查人力的不足 那这个检查人力可能有包括 检查官 那也有包括说基层的一个人力 所以像刚刚从周委员 然后赖委员到邱委员都讲到不同的面向 那我会针对另外一个面向就是说 这个当然跟司法院也有关系 就是说现在我们书记官 书记官他的养成 那书记官有没有办法跟检察官 或者是法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配合 因为我们在很多次的开庭 都会发现说整个开庭的节奏 事实上重点不是在检察官 是在这个书记官 所以这个书记官有没有办法 很快的速度内把整个开庭的一个记录 那都把它强识的记录下来 就会影响开庭的节奏 所以目前部长 你们会怎样来做书记官的养成 我们当然也要训练更精实 那另外刚刚委员提到 就是在开庭的时候 书记官他的制作的速度 也许会耽搁 那这个我们来克服 就是说透过语音系统 语音的辨识系统 就是AI的智慧 能够让这个说话的内容 就可以自动的显示出来 不然这有话要讲的 因为我看现在 我们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啊 现在智慧型手机很厉害 就是我们讲的话 它就能够分辨出那些文字出来 而且它会有记忆功能 会知道说哪一些用语 哪一些词汇是常常会持续会用的 所以它就会记忆这样的一个词汇 那这样的一个系统 我们司法院或者是检查 我们法务部 是不是有办法去采用 而且采用你不能用那种 辨别很差的啊 那还是要回到书记官的工作嘛 所以这不论你们有没有办法去采用像这样这么好的一些智慧辨识系统 跟委员说明我们台北地检署啊 都已经在试用了 那跟这个AI实验室他们合作 用了设计的这一套系统 但是你也知道说 来开庭的人不一定是像我们都是讲国语啊 讲华语啊 有时候还讲闽南语还讲我们的原住民的话 那这个东西要怎么记住 记载下来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啦 那现在我们第一步的克服就是台语 闽南语 能不能够它能够辨识你讲国语还是讲闽南语 那如果现在讲好我们现在讲这个 讲国语的部分 辨识的效果已经很好了吗 是 有办法像我们现在用iPhone 哇都实在讲都辨识的出来了 这个技术没有问题啦 那技术没有问题 怎么样设置在台语的部分 侦察庭 那将来可能要普遍的设置 所需的经费如何 等等 但是也要经过人工的校对啦 也不能说完全就依赖 就是 在场至少会有检察官会有律师在做校对啊 是 那我想这一套系统也许有机会 我们主席可以安排一下啦 因为我们 我很久没有去开庭了 我也不知道现在这套系统真的有办法 把整个法庭的一个审理的节奏加速吗 所以在他的辨识能力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这个部长对于至少国语的部分 你有信心就对啊 现在我看过他们的demon 展示啊 国语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在试验是台语 那将来是不是还有英语等等 这个都是要考虑的 因为在法庭里面 随时的表达的内容 要有忠实的记载 这是一种方式啦 还有一种方式 我是在思考 跟同仁在研究 是不是我们用录音录影的方式 那不要逐次的去记载 那将来有问题的时候 对结论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再把这个视讯的东西调出来 来核对就好了 没有的话先停 数据官先做部分的记载 可是事实上还是要回复到 回到那个录音录影的部分 那是不是如果要散印 就是要签名的 就等下一次停起 然后再确认它的笔录有无 因为大家关心的是那个结论嘛 你只要结论的引用 大家没有争议 就不要把让数据官 再逐字的再去记载这个笔录嘛 这是我们在思考的时候 用取代的方式 那很多大量的一些检疫的案子 就不需要开庭的时候 还要再等数据官 记这个笔录嘛 那让这个东西就用存档的方式 有争议的时候再调出来 那这样也许会加速 整个开庭的流程 这也是我们在思考的方向 因为部长你必须要去思考的 就是说 这个要把整个 这个法庭数据的这个功能加速 因为你们必须要因应到 未来不管是国民法官 或者是推动陪审参审 它重点会在于说 未来的法庭进 速度的比较更快 如果你的法庭是 delay的一个状况的话 会变得说 国民法官也好啊怎样 它的资源上是更浪费的 所以书记官未来 它的培养 以及我们怎么用 科技 或者是怎么用一些 制度上的一些调整 然后让书记官可以下降 它的工作量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是 谢谢 那好 那头发问题我想请教一下 司法院 就是书记官的这一块 刚部长讲的所谓的一个用 AI然后语音辨识的 这个司法院有在采用吗 来 报告委员 那书记官的部分 那为了提升 那个他们记录的效能 我们现在 已经行之十几年了 就是委外转益的部分 应该委员这一部分了解 那我们目前在 AI语音辨识的部分呢 一省的部分在台北地面测试 那二省的部分在台南高音院测试 已经大概进行了四五个月了 那我们的目标希望要达到 85%以上 那目前在测试中 应该年底 大概可以 所以四五个月 所以是最近才有这样的 我们就是 今年度才 去年底才发包 一千多万才发包出去 那今年 因为那个跨年的 然后今年大概希望年底 能够完成 那如果成效良好 我们就要开始推到 所以目前在修之后 台北地面 台北地面是一省的 有民事 还有刑事庭 那台南高音院是二省的测试 也是民事刑事各一个 所以现在有四个法庭 有四组人 在测试 这样子 那普遍上的反应呢 有没有问过一些律师啊 或者是道庭的检察官 对于这样AI辨识的 这个出口的调查 我们我还要了解 今天没有带相关的资料 没关系 我觉得这部分也是要去做 因为 有我们有努力在做 对因为系统的东西 我想 是让我们用智慧型手机很久了 过去辨识是很差的 可是在最近这几年发现 诶 进步好多 对 现在越来越多人 然后已经不打字 直接用念的 直接就文字就跑出来 那因为在法庭上 承述的人太多了 又有何亦婷 检察官 法官 又有证人 当时告诉人 很多人 所以他是 智慧型 就是要去养他 让他了解 是谁的因应 对因为他有治愈系统 所以他听了越久 对 所以他如果是 专门focus在法院或地检署的 实际上他对那些专有名词 他就熟悉了 对 所以我们希望以后能够 向上集中 集中在司法院这边 可以有非常多人的声音 然后训练这个AI 让他速度可以更快 所以那部分是有做一个规划 那谢谢委员 也关心我们这一部分 好那第二个就是说 就书记官 刚法务部这边有说 有在参考说 未来是不是书记官的记录先 可能是一个先数记 他没有做出字的一个记录 那等那 就是事后再让双方去做 征典的部分 做录音档 报告委员 这是委外转益的部分 那委外转益呢 那大概就是开完亭之后 36个小时内 委外转益人员必须要 把转益的内容 那报给书记官去做核对 委外转益就对 对 那个已经实行了 大概十来年了 成效也很好 所以现在都正式让各法院去编预算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那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我要请教 事实上这跟邱委员比较像 法院执行处 法院执行处是 我看大概是这几年最爆肝的单位 法院执行处现在都是司法事务官接手 司法事务官在接手 对 可是司法事务官要去的人也不多 司法事务官 它的主要意义其实是要接手民事执行处 还有非诚重心 这是非常大量的工作 对 这是非常大量 我想这部分可能在司法院也是要去思考 因为我们知道说 现在大家的普遍的一个 法学的观念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可能法院执行处 我听很多人在笑说 好像变成银行的某个部门 全门在替银行来做强制执行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 当然因为强制执行是债权人要去满足他的债权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法院 可是毕竟他的很多作业是大同小异的 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在这部分 我觉得司法院也可以去思考怎么样 又可以不会妨害到债权人的债权行使 可是在某部分 因为执行处事实上就是几个股而已 那几个股都是超翻 而且都是被一些强制 一些比较routine的东西塞爆 然后变得说对一些比较特殊的 比方说这个执行是涉及到不动产的 不动产就有所谓点交不点交 那都很大争议的 事实上法院应该把心力放在这一块 因为这涉及到了后续的权力 可能会有第二次的纷争 可是我们却被一些 比较属于例行的强制工作 给塞爆的工作 我觉得这部分也应该要去 报告委员 我们从去年就开始推线上申请强制执行 那今年大概也一期大概八月 想推线上强制执行里面的 债权的五指化 让他用整个数位化 债权凭证因为定期到要去换债证 这个是可以用其他方式 让他全部五指化 因为每一家银行债证他们保管的几乎都有上百万笔 那如果他要换债证也发挥我们很多能力 所以现在也非常积极的在跟各个银行 还有金管会那边透过他来帮我们宣导这一块 因为我想你们程序的精简也是很重要 也是下降人力负担 让所有银行全部申请再生可以透过线上来申请 那他的当事人一到法院来 我们也不用重新建当事人基本资料 全部可以引用 然后我们用BO的方案跟厂商来处理这一块 那现在非常积极的在处理这一块 当然可以省掉我们非常多的执行的人力 好那没关系我想再继续努力 谢谢委员对我们同仁的这个工作负荷的关心谢谢 好谢谢蔡姨蔡委员 上午的会议时间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议程 全部讨论完毕 接下来我们请林维州委员发言 好谢谢主席 我要请教蔡部长 委员好 部长你好 这个 我要请教这个总统府资安泄密的问题 现在法务部地检有立案调查吗 有台北地检署已经接受刑事检查局报警指挥 对 所以有检察官他指挥调查局还有刑事检查局 在依法证办中 调查局在今年4月才刚刚成立资安站 资安站 把它升级了本来是一个资安中心嘛 不是任务编组 原来只是任务编组而已 现在正式成为一个编制 我记得蔡总 总统还特别去参与非常重视 是 不过现在这个总统府就先发生了这个资安的泄露的疑云 听起来还蛮讽刺的 那2016我记得我们总统府才花了大概五六千万的经费预算 去提升资安层级 那资安站才成立没多久就发生了 我们觉得很遗憾啦 调查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刘建新副秘书长的底垫找回来了没有 调查的内容跟他的进度啊 因为他们没有来跟我报告 而且不需要 那你要主动了解啊 我不能去了解他的个案进行情况嘛 因为法务部不处理个案嘛 法务部是政策性的一个领定执行 但是个案啊 这个涉及重大的国安啊 到底我们被窃取的这些资料 有没有涉及国家安全 国家机密 总统的开会内容 如果是重大的国安事件哦 你去了解也正常啊 也应该啦 你认为呢 我只能去督导他说 尽速赶快把它查明 但是我不能涉及到内容嘛 一般检查一体的意思是什么 检查一体是检察长 他是机关的检察长 他可以 法务部长呢 可以不可以 法务部长不行 这样 那你可以督导检察长吗 我只能行政督导 行政督导检察长 涉及国家重大的资案问题 这个可能会涉及啦 目前还不知道 目前揭露的这些内容 还没有涉及到 比较国家机密的 主要是一些人事 还有之前三块嘛 第一块是打赖途径 这个是党内斗争啦 这个我们不管 另外一个就是 一些独立机关的人事权的安排 这个也算国家机密啦 因为是重大人事安排 要跟行政院长苏贞昌 讨论的一些会议前的谈参 但是还是没有涉及到 国家军事方面 或是国安方面的 重大的这个机密啦 那另外还有一块是 所谓的人事推荐啦 那个落落等啦 这种名单 那一块我觉得最 比较假啦 没有那么多可以安排的啦 这个我也相信啦 一千一百多位推荐名单 那一块我觉得是最 比较没有可信性啦 不过我们要 我要要求的就是说 也要请部长 去了解的就是说 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说 这一次的泄密案 会不会有一些国家机密 涉及国家安全的 军事也好 国安方面的 重大机密外泄 有没有这种情绪 这个恐怕才是 本席最关心的事情啦 人事斗争 那个 讨论讨论啦 反正本来就这个样子啦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 我们从这个内容看起来 就是说他这个蔡总统的贴身密书 的笔电 里面 可能有做一些记录 这些记录看起来 就是在给蔡总统 要谈话开会之前的准备 的内容啦 那不是直接会议记录 因为当事人没有说谁讲什么 谁讲书院长讲什么 蔡总统讲什么没有 是给他谈餐记录 从这一点我们就担心什么 担心像 蔡总统在 总统府里面开很多会 除了这种会以外 还有军事会谈 如果军事会谈 你看他这个是最亲信的秘书 所帮他做的谈餐记录 可能要给他 开会 给他提供一些资讯 事先的资讯 如果军事会谈的谈餐记录外泄 那意思就不一样啦 比如说 我们都知道 汉光演习延期 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个决策 就是在总统府里面做的 这个决策就是军事会谈里面 拍板定案的 如果像这样的内容啊 被窃取 那就涉及重大的 你让外面的人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延期 那个是中华民国最重要的年度军事演习 延期 延期决策 然后延期到什么时候 可能都是在军事会谈 就是在军事会谈里面决定的 那这种谈餐如果是被外泄 那涉及国家机密啊 影响国家的安全啊 好我再举个例子 敦募建 远航长讯 到底有没有机密任务 那什么时候出去要拜访哪一些地方 也是在军事会谈里面拍板定案的 包括我们的国防部长 我们的总长 跟总统 一起去向总统报告 最后决定的 开会之前也一定有一些谈餐给他 就是这一位身兼资安长的 刘建兴副秘书长 最贴近蔡总统的秘书 最信任的秘书 一定由他提供啊 你看这个多严重啊 我们对这个才是令人头皮发麻的 到底有多少东西啊 过去你看他这个从4月份往前推 他那个笔电到底有多少资料 那我们不是去议策啦 说有没有 要查清楚嘛 我们要的是查清楚 所以要当做重大的国安事件来查啦 那你基于职责 也没有办法太介入去了解 侦查不公开啊 其实里面都有规定嘛 这个你很清楚 里面规定说 如果涉及喔 是 对于国家安全 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 重大灾难或其他社会瞩目案件 还是有必要公开说明啦 適度公开说明的必要 那公开说明的意义是什么 公开说明的意义是 要让国人喔 比较放心啦 说喔 重大事件 这个 国安事件 这一部分还好 因为怎么样怎么样 我没有保护了 適度说明的用意是这样啦 倒不是要把它揭露说所有谈 这个侦查的过程啦 所以我也希望部长喔 也去尽行了解 我们关心的 最关心的是这一部分 国家安全的机密 相关的机密 有没有泄露之余 那到目前为止 总统府对外的说明喔 都不足以让人放心啦 他说没有否认喔 是资料有被窃啦 没有否认 但是这些被媒体披露的资料 可能有部分辨造啦 部分辨造 那意思就是有啦 有这件事被泄密 就是资料有外泄 那这些文件呢 也不是全部假的 有部分被辨造 所以这个就让我们很担心 那既然如此表示 除了这几个文件以外 他不会只偷这几个 现在揭露的文件啦 要嘛就是电脑被害 要不然就是随声碟 甚至更严重的是说 他的伺服器 所以有必要 向对外 适度的说明啦 让国人也可以放心啦 部长 谢谢委员关心啦 我把委员的意见 会转达给检察机关 参考 他们在适当的时间 適度的对外 来说明 不过我们要尊重 检察机关 他们办理这个案件的一个程序 跟进度啦 我相信他们会秉公来处理啦 好我们会继续追踪这样子的 这个 征办的过程啦 希望 对国家不要造成 重大的伤害 谢谢 好 今天先跟部长 这个还有司法院也一起来探讨 我们在刑法 有窃占罪 这个相关的条文 在山坡地 公有山坡地 或是他人的山坡地 然后第三十四条 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三十四条 违反第十条 违反刚刚我念的第十条 就是占用 违反第十条 规定处六 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这个在刑法里面 也有类似 这个窃占罪的一个条文 今天要跟这个部长 还有司法院这边 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条规定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权利 写得很清楚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土地的权利 当然相关的法律 没有去配合修 比如说公有山坡地 或者是刑法 这个窃占罪 没有配合修 但事实上 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三十七条 也规定 这边写得很清楚 这个字很小 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 第三十七条规定了 在山坡地 范围内的原住民保留地 要辅导 因辅导 原住民 取得陈租钱 还有 或是无偿取得所有钱 所以政府要辅导 在原住民保留地 政府要辅导原住民 取得陈租钱 还有 或者是 无偿取得所有钱 这非常非常清楚 这是研制于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 第二十条 政府承认原住民族的土地的潜力 就算是他现在还不是原住民保留地的话 政府也应该要 要把它 这个只要能够证明是祖先留下来的土地 都可以争编为原住民保留地 这个是法律相关的办法 也都有规定 原住民保留地开发管理办法 你看这个第八条 第八条就写得很清楚 这个原住民保留地 合于下来的情形之一者 也就是说 本办法施行前 由原住民开垦的 有没有 由原住民开垦的 自行耕作的土地 政府要辅导 要取得他的所有钱 讲得很清楚 但是我们的检察官 我们的法官 检察官就起诉 法官就判刑 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们必须要去做统一的解释 检察官 你法务部可以做统一的解释 不是要激诉个案 不是 整个通案 不过我们原住民 一直处于 诉讼的当中 然后检察官也不清楚 虽然你们办一些训练 也不清楚 不清楚这些法律 你们也没有讲这些啊 像这样的 你就不要不予起诉 没有 都要起诉 因为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 他只知道 检察官只知道刑法 只知道山坡地保佑用条例 这条条文可以有刑责 他只知道这个 他不知道山坡地保佑用条文 37条 原住民就要辅导 政府要辅导啊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 像这样的案子 层出不穷 部长你怎么 是不是可以 安排这样的一个 做一个解释 是我们 呃 对于检察官 要了解 原住民的文化 还有相关的法规啊 也 确实 逐年每年啊 都会办理一些 研讨会 跟这个 原住民的 部长你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在这边你已经跟我回答很多次了 就我们持续在做 显然是 无际一试嘛 目前的状况 所以 我现在 不要讲了太空犯 我们把缩小范围一个一个来解决 不这样解决的话 你再办多少场的延续都没有用 我现在想具体的告诉你 法律 没有错 刑法是这样规定 三坡地保佑用条例 34条是这样规定 三坡地保佑用条例 第10条是这样规定 没有错 但是还有37条 他没有看37条啊 他没有看原住民族基本法 你法务部可不可以承担 召开会议 做一个解释 我可以请检察机关先去搜集各地 那有进一步 需要大家沟通了 我们也可以来召集会议 司法院副民事长 里面可以常常会有一些民行事的一些结议 报告委员 司法院这一部分各法院都有设置 研自民专庭 那专庭的法官都有相关的训练 应该也没有问题 问题很多 不是说问题很大 不是说有训练 那那个法律座谈会呢 那台湾高等法院每年度也都有对于大家在办案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疑意的法律的问题呢 会提出来来大家讨论区的一些共识 那目前最高法院也有大法庭的这样子的机制 那所以如果有不同的见解 也可以在大法庭上也做一个处理 那什么时候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会议 刚才所说的台高院的那个部分是每年都固定的 都大概在10月左右 那你们可不可以提出这个部分 这一个部分的提出 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那我回去请我们刑事厅 看您一个提案来今年度的把它提出 这样子看看能不能解决 那法务部这边呢 我会转达我们高检署 先收集各地的一些相关的案件处理 看有没有问题 我们再进一步来了解 好这个时间怎么样 高检署我回去就马上通知他 好谢谢部长 谢谢副民事长 好谢谢曾天才政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林德福林委员发言 林德福委员 林德福委员不再 接下来我们请张玉梅 委员发言 张玉梅委员 张玉梅委员 张玉梅委员不再 接下来我们请林奕华委员发言 好谢谢赵伟 蔡部长 本来其实我没有要来 可是我刚看到一个新闻 我决定要来确定一下 这个新闻报导是不是 是真的如此 就是因为我在上星期 共产党团开记者会的时候 我特别有点出 就是有冒用法务部 来印文宣 你的logo印文宣的事情 就刚才新闻报导说 您说可以原谅 是这样吗 新闻上报导说你说 法务部的logo被冒用 是可以原谅的 这个是断章取义 这怎么会是断章取义 我说原谅是说他没有犯罪的动机 没有犯罪动机 我们从犯罪的角度 那请问一下 最近很多的民众 就因为在转船 然后被处罚 你认为他们动机上 都有问题吗 很多人是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转船一样被罚啊 被判定有问题有罪啊 那我们这个来讲 就因为他动机上 你认为他动机上 然后先确定一下 制度者是谁 因为我们当初在开记者会还不敢 确定制度者是谁 制度者是谁 现在高雄地检署他已经接受告发 但是依法处理 你们已经有说你们有跟制度者表明你们的立场吗 代表你知道做徒者是谁了喔 代表法务部知道做徒者是谁你们还表达你们的立场跟做徒者表达立场 你们是对外公开说吗 你们公开对外说 请问你们哪时候说的 哪时候对外说 发生了那一天 发生那一天我看到所有法务部的网站 新闻稿完全没有 我在开记者会的那个之前 没有看到任何的澄清 开完之后 也没有看到任何的新闻稿 以及任何的澄清专区有登出来 之前之后都没有 所以请问部长 你说之前就有澄清是什么时候 澄清我们第一时间知道的时候就有说明了 跟谁 跟委员关心的委员没有说明 关心委员那不一样啊 那是我私下问啊 你公开有澄清过吗 我们也有处理 在我们党团开记者会之前 有公开澄清过 你们的logo被冒用吗 时间点我再来了解了 但是我们的意义很清楚 但是你们还释放说你们有说明 你们并没有说明的 我们并不是法务部做 第一时间就已经说明了 第一时间是我们开过记者会之后 有记者回过头去访问你们的时候 你们才说 然后你们有说你们有说过 但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公开的资讯 说你们有说过 所以哪时候澄清 这也变得很重要 曾经不一定是在官网 因为这个每件事情都要官网 要有新闻稿啊 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发新闻稿啊 你logo 所以到底谁是制图者 我们后来也有发新闻稿了 但是第一时间就先口 请问一下制图者是谁呢 制图者是谁 高雄地界署在查吗 不会啊你已经都说了啊 你们不都知道 你后来我才叫从你们新闻稿看到过 刚刚的答询中 才叫做WeCare啊 因为你们说你们有跟WeCare沟通啊 说这是违法的啊 WeCare还有20个律师耶 然后他不知道这是违反刑法的行为吗 有没有违法这个高雄地检署在查啦 在查但是当你已经说 这样的行为 看他动机可以原谅 这也算不算一种指挥办 你这样的话是不是也算是一种 在告诉地检署说 这的动机他不一定知情 所以可以原谅 当高检署都还在办的过程之中 你认为部长适合说这样的话吗 我是一般性的说法 我们讲话在处理一些犯罪 一般性说法 我就说了嘛 有多少人因为随便不小心转传了 动机也都很单纯 也没有什么动机 马上被你们都警政署追查了 就是移送法办了耶 警政署不是法务部啦 一样嘛 你都要移送法办 法官也都判定就是都是要罚啦 我们有接到多少这样的案子 然后这个你说可以原谅 要不要罚都是个案上 因为他是冒用你的logo 这么严重的事情 还有说的 当你们一开始这么严重的事情 没有公开澄清的时候 这算是也是一种行政不中立 因为你被冒用 你没有澄清 也就是认为说你今天被冒用 只是因为他的立场 是大函 所以你就变成你没有公开的说很清楚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行政不中立 我们说得很清楚啊 你没有说得很清楚啊 是我们开了 我们开了记者会之后 记者才去问你们 第一天 第一天你们 我就说跟谁澄清 我查到任何资料 跟谁澄清 澄清 你不要发新闻稿 没有啊 你不要说发新闻稿 这么严重的事情 就应该要发新闻稿啊 要求致死啊 再来我再请问 再来因为大家截图现在很厉害 直接印下 请问一下 再转传的人 有没有刑事责任 有没有责任好了 有没有责任 再转传 如果今天一样 我那时候把它整个就 就把它存下来 再转传 请问有没有责任 不是就这个案子 一般性的你转传 你要有没有经过同意 或者说它的动机如何 请问一下 他如果是配合法务部的 法务宣导 我们都鼓励都来不及了 不是我现在说这个文宣啊 这个案子我们因为 高雄地检署在处理 我们就由他来处理 如果今天我存下来了 有法务部的logo 我再转传 请问我有没有责任 那由高检署来回答 这怎么会由高检署呢 不是高雄地检署 我现在 一样了 我就说现在这件事 这跟高雄地检署 我怎么可能住在台北啊 我可能住在台北 我现在是说 我把它存下来 再转传 可不可以 在脸书 在案上再转传 可不可以 由承办的机关来认定 这怎么是承办机关呢 又来了 法务部是法务单位耶 我转传一个 之前可能 可能也许布口罩 之前不能 不能寄出去 后还可以寄出去 就因为时间差 民众转传 一样被地检署 后来到法官被判定 要罚钱耶 所以一样 这为什么会是由主管现在来认定呢 转传这没有 民委员 不好意思 因为本委会 大概时间 但是部长这样回答主 对 那就你不接受嘛 他讲的是个案嘛 个案上现在他也不太能够在这边表示法律 不是 我要现在说 转传一个 漏用公署的 文宣 如果今天是不知 我转传了 这怎么会没有法律责任 这怎么要回答有法律责任吧 这个是法律问题吗 因为你刚刚讲的是个案嘛 没有 我现在说的是 就个案 但是 我都在转传啊 你私底下 你待会 这个发言时间结束了嘛 你私底下再跟法务部再确认好不好 这没有 我就今天部长这样回答 我真的觉得 让我们最绝 这不是个案 转传这是法律问题 这怎么会是个案呢 好 谢谢林一华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 habil brightest 洪孟凯委员发言 洪孟凯委员 洪孟凯委员 洪孟凯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 廖宛如委员发言 廖宛如委员 廖宛如委员 廖宛如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 张岐录委员发言 张岐录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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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岐录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 桑敬成委员发言 桑敬成委员 李白白 кад了 接下来我们请王婉玉委员发言 董事长你好 我就是想请教这个 我们今天是要来就这个检查机关的人力 和轮调制度来做一个讨论 那我们其实可以知道说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 其实已经来由已久了 包括说在上一届时代力量 其实也曾经就这个如何改善检查机关 基层人力不足的部分举办公平会 那当时的检察官也说到说 这个检查系统的人员过劳 其实对民众影响权力很大 包括说这些案件能不能如期的进行 以及说如果我值班过度 或是值班 包括这个罚警的部分也是一样 有人力的短缺 如果值班过度的情况 恐怕也会影响到这个开庭的安全等等 那就我们知道是说 这个检察官每月还加班的工时 大概会180个小时 一个月要处理的案量 大概是80到100件 也就是说平均一天就要截掉三到四件 如果在完全不休假 不出差 不值班的情况下 每一个案件平均也只有 接近大概平均 大概只有两个小时来做处理 所以这其实处理的品质 就会受到很多人民的质疑 那加上说如果还要 扣掉开庭的这个时间 如果不如预期的很快的结束的话 其实都会影响到 他们的人力和负担的情况下 那所以我们想要请教是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说 在法务部今天的这个 专案的报告里面 其实就有提到说 在我们原本的规范里 和法定人数和现况的比例 其实有非常大的落差 这部分我想也不是只有 这一两年的事情 其实是畸形已久的状况 那所以不知道说 在这部分我们未来会怎么做调整 包括说像 主席这边有提到说 我们要修相关的法官法考试 等等的这些资料 还有相关我们之前在 司法改革的时候 其实也有相关的人 做出相关的组别 做出了一些决议 包括说这个任用 这个律师的部分来做转任 或者是说从书记官的部分 来做转任 那以及说 另外就是一二省 轮掉的这个制度 等等的情况 那我们看得到说 其实目前大概都有一些 一些改善的状况 正在进行当中 但是在这些制度的情况 处理的情况当中 我们尤其希望能够清楚知道的是说 这个轮掉的机制 以及说刚才提到说 这个任用的机制等等 是不是有公开透明 那我们未来会怎么样进行 更大力的来做 解缓这个检察官过劳的情况 是不是能够就这个两个部分来做说明 好 谢谢委员关心 我们对检察官能力的不足 是非常的关切 而且希望透过各种不同的管道 来禁用 所以四海委员会 给我们很多的建议 那我们多元禁用的方式 也持续的在进行 包括律师可以转任 包括今天修法能够让 检察事务官 他如果取有律师资格了 而且工作满六年以上 表现忧郁的 我们也让他有机会来担任 候補的检察官 所以这个是多元禁用的一个方式 是 我刚才提到说 这个多元禁用的部分清楚 但是怎么样来做 这个清楚的临选注意 我们其实没有看到一个很明确 透明公开的征选方式 以及说机制 那另外就是 这部分也是希望能够得到说明 和清楚的呈现出来 那包括说我们这个能够怎样改善 法官检察官的任用的机制 让他们能够不这么的负担过重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尾数其实不多 大概就是八名十名 甚至只有四名的轮掉的情况 这个真的有能够帮助到 目前现在其实真的能够帮助到吗 多少有一些 补足不足的地方 就是人力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总是逐步的来了 除了人力的补足之外 还有业务面 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有效的来处理案件 那减少工作的负担 这也是我们内部要努力的 那比如我们设了一个案件的审查中心 立案审查中心 那就是可以初步来过滤一些 哪些案子可以很快速的处理 那哪些比较繁杂的案子 交给检察官能够很精致的去做侦查 那另外还有设置这个市型的调解中心 就是有些有争议的 如果是民事的纠纷 那希望能够一并的解决 不要一定要透过刑法的手段来解决 所以我们有各种不同的配套 来一起减轻检察官的工作负担 好像没有回答到这个临选作业 是否公开透明的部分 那绝对是公开透明的 那个相关的作业办法 其实我们看到都不够清楚 好 我们有一个委员会 然后也是由我们内部的 这个长官他们来主持 来临选 先书面审查 他过去的工作的精力够不够 然后他有没有品性上的问题 会先做初步的过滤以后 再通知 来做口试 所以这个是非常严谨的 我想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找到 是一些优良的律师 来担任检察官 我们希望有更清楚说明 更清楚的作业办法 能够公开呈现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未来其实有这个陪审 或参审制的规划 那我们想请教的是说 在这个部分 其实在检察官 在法庭上的论告 或是公防能力等等 其实会跟现在可能有所 有一些不同的状况 或是有所调整的情况 所以这部分也是希望说能够 既然我们已经有要推陪 或参审制的情况下 这部分的规划应该也要及早来做规划和讨论 好谢谢 好谢谢王婉玉委员 接下来请陈焦华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 部长 委员好 今天要讨论整个检察制度的问题 我想就是针对分罪形态 在本席之前也有多次询问有关就是专业检察官的问题 好我们看下一张 那我们刚刚也听到就是说 整个犯罪案件每年就是逐年增加 然后呢 从99年以来检察官平均的人力成长 或者是事务官的成长 医护人士的 官护人士的成长 还有书记官的成长 罚警 录事 人力补充等等 其实都很少 然后但是犯罪新案的见数呢 从103到107年 成长率是已经超过3.5%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凸显整个检察制度的 检察官的这个人力问题是严重不足 包括下一张 就是包括相关的这个相助人员 检察事务官书记官 录事的配置等等 那不知道这个法务部可不可以 在这些人力上 能够来补足更多的人力 然后背后所需要的人事经费 是不是要做调整 这个是一个 那再来就是针对目前的管考机制 是没有分实际案件的状况 好像都是论件来做建树的这个 这个管考 没有依照实际案件的状况 所以这样子是不是 没有办法来反映实物运作的情形 那再来就是针对目前的这个基层检察官 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处理假性的财产犯罪 私人恩怨纠纷 个人借贷 网络口角 凌人冲突 甚至类似检举达人的无差别心颂等等 那之前法务部有研议的刑事诉讼收费机制 或者是结案书的书类的简 简变化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来做落实 等一下再请部长再回答 那再来就是针对 绩效的评比定位 培养专业检察官的计划 那我们知道检察官是司法官 是不是应该比照警察机关来进行绩效评比 部长请说明 那法务部队检察官的定位 定位是不是也可以培养 之前本席有一直提到 就是在环境犯罪或者是金融犯罪 这些更专业的部分 就像医师有很多专科 那是不是可以来做培养相关的这个专业检察官 那请先回答以上几个问题 谢谢委员的指教 就是有关检察官他办案的管考 我们也是按照他办案的种类性质 一般案件的话是 我们以八个月为期限 希望能够不预测 但是这个八个月也有问题 比如说这个小拖也是八个月 然后有一些复杂的案件也是八个月 最长就是不能超过八个月 但是如果比较复杂的 我们也是会换宽为一年 那如果超过的话 就是认为是预期的案件 预期的案件我们就会再加强管考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刚刚陈鲁委员讲的 假性诈欺的案件 就是其实是一个民事的纠纷 但是他透过刑事的手段告诈欺 那这个确实是在我们检察机关里面 占很大多数的案件 会影响到整个处理会干戈 那另外就是刑事诉讼的收费 我想这个都有要很多方面的考量 就是这个收费机制跟这个 结案书类的简便化 这个可以再尽数来做研议吗 是不是这样可以节省很多 检察官的时间 那结案书类的简便化 这是我们一直在做 像譬如 不起诉处案书 我们也尽量 让他用 一个立稿的方式来处理 那至于 更多的相助人员 像更多的事务官书记官 是不是现在的人力明显还是不够 没有办法协助检察官做调查 那 那最后就专业化的问题 我们也会对于各项的专业 绩效评比这边呢 绩效评比 当然我们也有所谓的定罪率 或是他预期案件有没有多寡 在三个月都会做一个考核 那全年度也会做一个最后的一个 我想本席今天提出的 这个都是很具体的 希望法务部能够来做一些检讨 然后订定相关的机制制度增加 是相关的人力 这样可以让检察官的办案的这个 绩效会提高 我想办案绩效会提高也是 造福民众嘛 谢谢委员指教 希望能够让整个这个 这个调查能够更符合人民的期待 谢谢 好谢谢陈焦华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发言 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 接下来我们请高嘉宇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哦 我们请哦 不讲今天要讨论这个检察官的这个工作负荷量嘛 那确实从103年到现在的数据哦 这个工作量是越来越多 未结案数哦 也是逐年增加 从103年的140件哦 到107年的365件哦 逐逐增加了将近快要 两倍多三倍哦 也就是说这几年来 这个检察官的负荷量哦 是越来越多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今天检讨就是说 对于人力啊 对于未来的改善方案哦 那法务部这边有提出了什么 那我们这边也拿出数据来哦 包括民间私改会的调查 对于检察官 他自己对于自己办案品质哦 都认为说 呃 只有没有人认为符合期待啊 八成是认为尚可 那九成的受撤者呢 认为说 呃 与工作量大是有关的哦 那就这个部分 办案法务部这边的改进方式是如何 呃 当然我们从人力的增加哦 呃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啦 但是如何 呃 减轻工作的负担 从流程上如何简化 对 因为数据上也有 每件哦 需要1.97天啊 那以这样的状况来讲哦 对于检察官的负担确实是蛮大的 那 法务部这边知道问题所在 可是 有预算有相关的人力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吗 呃 107年的话就给我们110位 但是是包括检察官包括辅助人力 我所认识的检察官都抢着要退休 都转任律师啊 所以 你知道吗 所以 因为相较之下工作量大 收入其实也没有转就律师来的多 所以优秀的检察官可能不断的就是 想要新生退役啦 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如何去留住这些好的人才 呃 我们当然要把工作环境弄好了 最重要就是要检察官他有一个使命感 跟对这个工作的热忱 因为如果没有的话 真的是如果 其实我觉得最近的很多重大案件 我们都看得到检察官的使命感哦 就是 不管是他们所申请的这些必须要积押 从远航的案子啊 从很多的案子 都可以看到检察官其实在相关证据资料的准备上 都非常的充分 那有这个使命感可是有时候力不从心啊 因为呢 这个检察官有这么多的证据资料之后 到了法院可能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然法官有他的心证啦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检察官如果说他有这么多的案件 他的办案品质 会不会也受到影响呢 因为实际上我们发现检察官的结案重于办案哦 速度重于品质 这个问题来自于我们的考核机制 是用量化来考核 所以要求检察官呢 用你的结案的建树啊 用你的这些来作为你的绩效 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重量不重值 那就会影响这个检察官的士气啊 就觉得啊 既然这样子那我轻快用了就好啊 那这对法务部来讲 如何把这个东西能够去改善呢 呃 还能够起诉或是能够真的有相关的这些 定案的这些来做定罪的案件 来作为一个绩效的评定呢 呃 办理重大案件我们会特别的考核啦 因为确实不容易 但是如果纯粹用重大案件 哦 用定罪率来比较的话 那可能哦 数字不好看 因为其实之前也被就是争议过 说检察官濫行起诉的问题 就是说到底我们是重值不重量 还是重量不重值 哦 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一个很重大 如果说当你这些 哦 相关的资料啊 没有准备充分 然后就乱行起诉 可能也引发很多这个 在司法上的争议 甚至人权的问题等等 这也是过去常常被诟病的地方 所以未来这个部分 我们也希望法务部能够再检讨 哦 那另外呢 这个司法院今天是复命 是 很久没看到秘书长了 哦 那司法院的这个学院 这个文官学院呢 我们也想要请教就是说 其实也有人提到 说现在的课程讲授方式 偏向于填鸭式的教育啦 没有互动式的教学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实务操作上呢 司法官的训练 是不是应该要偏重这个 院检实习或是个案讨论 让他比较符合实际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 讲授式的授课 这个部分在你们课程的安排上 未来有没有一些改变 报告委员 司法官学院是隶属于法务部 哦 法务部好 是 谢谢 不想要不要回答 是 司法官学院的课程 当然我们会 全面性的 譬如说他在职权训练的话 那他会要 所有的程序都要了解 如果在职训练的话 当然就看他是专业属于哪一块 应该要加以 安排适当的课程 或是有经验的 食物界的人士来讲授 所以我想 应该要 不管是职权的 或是在职的 都要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训练 另外我们之前有提到 这个性评教育的部分 因为其实多次 不管是检察官或是法官 在性评教育的欠缺上 都引发很大的争议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的课程里面 能够再有一些性评教育的 性别意识等等 这些的课程在里面 不至于说在未来的判决 或是引发这些 社会争议的案件里面呢 有一些让人家觉得说 法官是恐龙法官 或是在性别意识上 是欠缺的状况 这个部分是每年都在增加 那我觉得说 这个部分可能在我们相关的 课程的安排里面 是欠缺这样子的一个教育 所以希望说 法务部未来在这个相关的课程 也能够着重在这个部分 好谢谢 好谢谢 好谢谢高嘉瑜委员 接下来我们请李德威委员发言 李德威委员 李德威委员 李德威委员不在 好 所有登记发言委员 均已发言完毕 寻答结束 委员质询时 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以书面答复者 请相关机关 尽管尽诉送交 个别委员及本会 那机日没有 委员提书面 委员若有提书面 质询 我们会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 以书面答复 现在进行讨论事项 审查委员周春明等 20人拟据 法官法第87条 及第88条条文修正草案 提案条文仅2条 各位委员如果没有意义的话 是不是我们省略大体讨论 直接进行条文的讨论 好 那谢谢各位委员 我们就直接进行条文的讨论 现在进行逐条 请宣读提案条文 请参看关心文书 第87条 第87条中将有关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 检察官均修正为 地方检察署或其检察分署检察官 以及将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检察署检察官 修正为高等检察署或其检察分署检察官 还有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官 修正为最高检察署检察官之外 并于第一项 增认定第七款 曾实际担任检察事务官职务六年以上 工作表现优良 并经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 高等考试律师考试及格 其他均与线性条文统 第八十八条 除在第二项部分 首具将第六款修正为第七款 以外 其他以及第八项 后段将等有关 修正为顿点 工作表现优良之认定 及其他应遵行 还有第九项第十项 均将等有关修正为 及其他应遵行 此外 其他均与线性条文 宣读完毕 好那请问各位 对这一条条文有没有意见 来请刘世芳委员 我来请教一下 这是我刚刚在问的 就是说 为什么担任检察事务官 要六年以上 然后工作表现优良 才可以转任到检察官 这第一个 那按照我们 这个提案的说明的话 应该是现在的检察事务官 大概是505名 那公务员有九职等的话 是278名 所以未来的这个六 有六年以上的检察事务官 就从大概在将近 这七八百名当中去 征选出来 或者是在考试任用 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八十八条里面 就是我要知道一下检察事务官 如果有通过相关的法 这个律师 通过相关的考试或征选的话 那他是可以直接就任命为检察官 还是需要到这个候补检察官里面去 等待审查 合格再与世俗 请教一下 好来蔡部长 跟委员说明一下 为什么要六年 因为现在律师可以转任检察官 他是要有六年的资历 那我想我们检察事务官 他如果在检察机关 已经担任六年的经历 一定比律师 他担任六年 可能他不是全部参与刑事案件 那可能参与民事案件 会更加的适合来担任临选的检察官 这是第一个说明 第二个说明就是 现在人数啊 我们的统计是 目前检察事务官里面有律师资格的 其实也不多啦 只有37位 那六年以上的 有21位 所以能够临选的 不多 不过开了这个门以后啊 将来会鼓励 检察事务官啊 他一方面他可以继续考律师 一方面呢 也可以很多的 有致的人士可以进到检察事务官这边来 将来也可以有机会转任为检察官 这是第二个说明 那第三个说明就是 将来如果临选上了 检察事务官担任检察官啊 还是要参与训练 职权的训练 所以不会说马上派 那至于训练的时间跟内容啊 我们还会再来研究 一定也要适格的 才能够让他来担任后補检察官 也是一样要从后補检察官开始 然后慢慢的跟现在的后補检察官 什么时候可以升任为四属 最后再升任为十任 这个都是一样按照现有的体制来进行 以上报告 好 好请内容 对不起部长我再询问一下 因为我刚刚有到那个那边去问过 包括我们的最高检还有高检还有地方检察署 人数都是严重的不足 严重不足 大家都哀哀叫 像地方检察署觉得欠缺最多是在桃园 可以看得出来 那如果我们修法通过的话 因为你加了那么多的条件 还要当后補的检察官 后用的这个资格 所以我想他知道说 如果还有世属期间一年 那所谓的世属期间一年 是表示说他可以办案还是不能办案 还是继续担任原来检察事务官的这个功能 后補 因为因为对不起 因为你在88条上面所说的部分 就是他所谓的后補检察官的后補期间五年 然后后補期盼要审查合格给予世属 世属期间是一年 假设他都是一步一步来 就要从检察事务官开始 有六年的时间 才有可能被临选为后補的检察官 然后再后補五年 然后再世属一年 才能正式上线变成正式检察官 这样他要等十二年 十二年 这个比一个博士学位还难拿吧 这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还是说你是双轨并行这样 这样可能有点误会 后補检察官他本身就是 可以办理检察官的事务 跟我们现在在受完讯以后的 直接考上司法官的一样 他受讯完毕派认就是先从后補做 做了五年以后再世属一年 最后才能够实任 都要层层还要去过书类的审查 所以他这个检察事务官如果 领选完了 受完讯了 要派任的后補检察官 他马上就可以担任检察官的工作 但是也许前半年 他办的是比较简单的案子 跟检察官一样 如果这样子我们这两条都修正通过最快 检察事务官可以上线 去真正担任检察官的工作 不管他是后補还是非后補 是多久 大概要多久 如果我们比照律师的 临选检察官的训练是一年 那大概最快就是一年 一年的时间是吧 也许可以缩短啦 因为律师他也许对检察院 不那么熟悉 那检察事务官他已经都是在做 检察事务嘛 在帮检察官来处理一些个案 在处理了 所以已经很熟悉了 我们可以缩短他的期限 如果部长认为是一年 对不起我就持续问嘛 如果部长认为是一年的话 那我会来建议 因为刚刚陈明堂次长在回答 有关于上个年度 我们在法务部的决算数里面 有关检察官的人事方面的决算 是只有83% 那还有看起来人事总局 并没有跟你们删减人数嘛 所以如果你一年可以的话 我会建议你在明年的预算数里面 最好给补足比较好 有关检察官的这个人事预算 人数跟预算两边都给他补足了 要不然呢 我们修了这个法意义就不大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案件 这个笔已经逐渐恶化当中 我们一个人的工作量很大 自然就会降低我们原来 在这个司法官的一个品质嘛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在下一年度的预算里面就把人数跟预算 就一次把它补足 有没有可能这样做到 按照你们的预估 譬如说你们预估可能是20位 或者可能是30位 那这个看起来人数不多 可是对于各地的这个检查工作来讲 其实注意会比较大 我不晓得部长怎么看待这个 因为现在好像会处理新的预算数嘛 会稍微做一下微调嘛 谢谢委员提醒 当然如果今天法律能够快速的通过的话 我们就可以再争取预算 拉到明年就可以上路了 那我想我们会来努力了 谢谢委员谢谢 好谢谢刘诗芳委员 如果依据我们今天修法的这个第七款 他将来被领选为检察官的话 他事属期间两年 事属期间满两年后 就是实任的检察官 就是宪法上保障的这个司法官 刚刘委员讲的那个第一款 是他曾经考过通过律师 通过法官检察官的考试 那个一开始出来都叫后补 可能要去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要不要改一下这个名字 大家都以为他是后补 他不是真的检察官真的法官 大家常常都有这个误会 对那他就是检察官 只是就是后补要五年 然后事属两年 现在修这款是事属两年之后 他就是实任的检察官 所以是有具有宪法终身值保障的 好那请问各位委员 有没有对87条 有没有意见 对意见的话我们就修正通过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88条 请问各位委员对这条文有没有意见 没有的话我们就修正通过 委员州村民等20人 拟据法官法第87条及第88条条文修正草案已处理完毕 本案审查完据拟据审查报告 提请院会公决 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 院会讨论时由周招级委员村民说明 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 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 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现在散会 谢谢大家